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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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雨昕 上一段我们大概讲完 社理学里面所谓的结构文论 虽然我们不喜欢用一个帽子来 涵干不同的人 或一个人的不同的做法 我觉得这都是不恰当 这礼拜呢 我们谈的是米德 他对于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米德的几篇文章 米德后来过世以后 他学生根据他的课 根据他课的两文笔记 整理成这本书叫做 《心灵、自我与社会》 也有综艺本 其实比较重要的 不是学生整理人 因为学生整理人的上课 就非常的碎嘴繁复 有些甚至没有讲到重点 那在这个整理里面 我还有自己以前看的时候 看到的这个错误 前者后者 应该是错的 从上下我们就可以区分出来 米德原来是社会 原来是哲学家 他之所以出名就是他讲的自我的问题 所以还不如去看他的文章 那这些文章呢 在早先都收在他的重要的论文集里面 比这个自己发表过的文章 比这个后来学生 比记整理的东西 我觉得要具有更重要的这个意义 所以这个自我的发生跟社会控制 就是看到自我跟社会的两个问题 那这里面他这边提到 儿童成长有两个阶段 一个它叫play 一个叫game 那我们大概只能翻译玩耍 或者玩耍跟游戏 play就是玩耍game 就是游戏 他讲到在玩耍的阶段 小孩不断地扮演爸爸妈妈 老师、牧师、牧师都在美国 杂贵电源警、茶贵印第安人 这都非常看出来是在美国 这也是Wordsworth所描述的 Wordsworth是一个文学家 叫做Endless Imitation 无尽的模仿 这也是另外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家 叫Flober 提过幼稚园的玩耍 Kindergarten 然后Flober认为在这个阶段上 小孩获得他社会中成员的角色 透过这个玩耍可以学到这个角色扮演 这种发生是因为小孩在自己本身 不停地积极对他自己社会举动的反应 那这里用的是一个叫Social Act 而不是我们后来社会学比较熟悉的 Social Action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一词 就是他那时候名词还没有那么统一的使用 所以就看他怎么用 我就把他叫社会举动的反应 一个人对他自己举动反应 一个人会在对自己本身召唤或倾向于召唤出 他在对别人召唤时所获得的同样的反应 就是你对别人叫 你这个小孩大概很多人都玩过 我们台湾叫半家加酒 大陆好像叫做过家家 也都是这样 小孩透过这个过程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把他日常生活学到的东西都展现在他的游戏里面 或者他们会玩耍 Play Play是在Game之前 玩耍在游戏之前 对于游戏来讲 必须要有规约的程序 跟规则 它有既定的程序的规则 现在的既定程序我们大概都会讲 SOP 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 还有他的规则 小孩不仅要像在玩耍阶段里面 扮演其他人角色 必须担任其游戏中 不同参与者各种角色 因此能管制自己的行动 也让自己的行动符合角色的需要 如果你不符合小孩的需要 在玩耍里面其他人也会提醒你这一点 所以这是他观察自己的小孩的一个结果 在早期的社会学观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观察自己的小孩就可以了 现在社会学大概你需要更多的样本 不是观察一两个小孩就可以了 这有这个研究文部的问题 第二是概法 它人的概念 Generalized Other 这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有 这个其实在日常生活的经验 从小到大 比如说你不要这样的人家会说话 这个所谓的人家 这谁是人家 人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而是你心目中的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 或者佛文德说的这个Super Ego 它在这里叫Generalized Other 就是一般性地说的Other 不是一个Particular Other 不是一个特别的哪个人 比如说你比较这样老书一生气 那老书一生气 那老书一生气 还是一个特殊的职位 别人会这样说话 就是Generalized Other 很多人谈恋爱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表现亲密的行为 叫赛恩爱 中国大学叫杀狗粮 中国大学讲的实在是很 尤其我们养狗的人 那是杀狗粮 所以这个General Other 有人就不喜欢在公共场所表现这种亲密的行为 那就是通常的说法 通常都是女性 会觉得说不要这样子啊 别人在看 谁是别人 这个别人也是一个Generalized Other 谁看我把眼睛挖出来 如果你们黑到在一起 大家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们在街上常常不敢看 在我们从小就知道 走在街上最好看地上 第一可以捡到钱 第二你不会跟别人有四眼交错 所以也不会有人说看什么 引起有些很自卑的人 跟狗也比较 跟狗尽量不要看他的眼睛 狗也很自卑 因为他那么矮 人那么高 你想想看 你跟长颈鹿眼神交会 长颈鹿能对你干嘛 在他扮演的不同角度中 已经镶嵌了其他人 对他的有组织的反应 这当然organize 这次有时候很难搬成恰当中能 reaction 就是他们的反应是很定型化的 一个反应 而这种有组织的反应 就成为概化他人 并随着控制他人的行为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学习而来 在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我在八年年代默契 有些人走在一起 如果是拢着腰 或者有比较长的头发 男生 大概走过去以后 那个长辈都会很大声的说 刚刚走过去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概化他人的一个概念 就是别人会说话 别人当着很具体的人 但是我们从这种别人的反应里面 我们就慢慢的知道 或慢慢的学习到 这个所谓的别人 有时候是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这样 这是概化他人的概念 所以这概化他人 就是一个社会 某程度的一个社会的代表 和社会的压力 这样 那扮演角色就是概化他人的角色 因为有时候是从观察 有时候从电视或其他媒体的学习 有时候从日常生活的学习 那个小朋友的学习 有时候是你很难想象到的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 采取是无尽的他人的态度 但是在社会行为中 会遇到很多人 除非他人的态度 在相互情况下是一致的 而我说过 第一个人采取的是概化他人的态度 当然有时候小孩子 学的是非常特定的朋友 尤其是自己一场生活里面 能够见到的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一个朋友的眼睛非常的小 有一次他的一个亲戚有个小孩 他们家人都不知道 这个小孩在干什么 吃饭的时候 那小孩就像蜜的眼睛 像看不到的吃饭 那大家都以为这个小孩干嘛 后来仔细研究一下 这个小孩在模仿有个朋友 因为我朋友的眼睛太小了 所以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张开过眼睛 有人的眼睛不是就像一线天吗 这个也是一个特色 当然有人是眼皮下垂 那是另外一个理解 所以像那小孩模仿 就不是概化他人 他就模仿了一个非常特别 但是一个小孩要拜年 刚刚讲过商人的角色 老吃的角色 他可能想象到的 虽然是一个特殊他人的角色 但是他表现出来 我们大人会认为那是一个概化他人 你说你学谁啊 我学孙老师 那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特定他人 我是概化他人 那你现在是做的是谁啊 我现在是做的是老师 或者是职业警察 小孩在生活中间 可能会想到的人 校长 他们都对这样的人 有一些刻板印象 那这个从一个特定的人 变成一个概化他人 可是他们并没有用特定他人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人常生活问题 应该是有这样的东西的 我原来是错 那另外一个概念 它有一个就是姿态 因为很多的社会学家 很少人去注意身体 在现在的身体社会学流行 这个变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可是在这个 在这个 很早就注意到 姿态在沟通上的重要性 我想他的观察是非常入微的 那讲到这个 那当然后来 Goffman的人 对于这个 或是symbolic interactionism 这些人 浮相浮动论这些人 都对于身体的语言 配合当时代 1960年代以后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对于这种 Numberful Communication 非语言沟通的研究 对身体的动作 一评一笑 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这个 在文学的描述上面 就是这样 我所指的姿势 Gesture 是一个人的行动 或者在从事某行动时候的态度 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这是其他人 完成整个行动的刺激 完成其他行动的刺激 就是说 我们都叫你 在教小孩子 都教你要态度谦和一点 不要忍怒人家 讲话的态度要好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忍怒人家 但如果你的态度很恶劣的话 现在你会上什么爆料工社 网上可以门开 这就是 讲到姿态 也是一样 以前我们会对身体有规训 就你跟老师讲话 一定要站挺 然后两手要并容 要去当兵的时候 不能够站的时候 衣服很吊 然后当一样 这就是姿态 摆正出来 你不在乎 那你如果做得比较正 或者挺胸抬头 那就表示你很在乎 当然军队这种从外表的姿态的训练 所代表的尊敬或者蔑视 那就更清楚了 小孩也会学到这一点 就像什么姿态 爸妈有时候会这么 你这可以这样跟人家说话呢 这样有的小孩到我们家去 我们家因为没有小孩 所以相对而是比较干净的地方 那很多小孩就乱跳啊乱跑啊 那有的人就会制止小孩 说这不是自己家不能这样 那你就知道他就必须乖乖 你要叫小孩乖乖坐在电视前面 除非你放卡门进去来看 不然的话他大概太可能做得很难 另外一个呢 这个四个名字其实是有一点点 重复跟多语 significant symbol 因为significance 有时候就是有意义的意思 那又讲到significant symbol 有人就说难道有没有重要的symbol吗 所有的symbol都是significant 对于这个 对大部分懂这个symbol的人来讲 甚至还有一个 你看这个叫什么 Dan Brown的小说里面 那个哈佛大学教授就是不好学的专家 这个就是讲到symbol中的东西 当然那个讲的是比较文明的 比较大的这种symbol 他的系里面几乎都有这个symbol Professor Landon 哈佛大学的教授 为什么没有人把台湾大学教授 当成小说聪明的小说的男主角 然后对不对 然后有点符字啊 我觉得也可以写一个Professor孙 对不对 好 当然一个人发出一种声音知识 他把这个叫声音知识 我们既然当然就讲声音了 导致另外一个人听不懂反应的时候 我们可以称其举动 为该举动的符相 比如你听到一个声音 说救命啊这样 你当然听 如果听得清楚是救命啊 你当然让耳朵竖起来想 是不是该打电话啊 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啊 对吧 你不会听说救命啊 哦他们在拍戏 除非你家住的是拍戏片场旁边 不然的话 你要救命啊多多少少 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 具有意义的一个符号 除非有人搭桥医生 你没听懂是干嘛 就像有时候出车祸 蹦医生 那你的蹦医生 有人会注意看 大部分人都会注意看一下 蹦医生怎么回事 那有人就不会出去看 所以说那个蹦医生 是具有符号意义的 那当然也要引起你的兴趣啊 是不是有人受伤啊 是不是怎么样 如果它引起其他地方的反应 就是有意义的符号 所以这个有意义的符号 在我们等一下 可能会教到的话 你会教到的叫做 Phenomenological Social 现象学的社会学 这所谓的有意义的符号 就是你跟别人共享的 Intersubjective meaning 具有所谓的互为主观性的意义 互为主观性有时候很容易被误解 其实就是有某种程度的共识 最简单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我们分享的意义是一样的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 我知道怎么样 一个人喊救命的时候 你不会大笑 你通常会很紧张 然后大概有个行为是会报警 这就是共同意 如果有人喊救命 然后其他人就会大笑 除非其他人都大笑 那这大概也是演戏或其他不然 不然的话 一个人喊救命 然后你在那边好像觉得 这不关你的事 这个对别人来讲 就会觉得很奇怪 你竟然讲 这个大叫这一声 或者你的笑声 都会认为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就叫思考 就是思考 他认为思考是一种内在的对话 inner conversation 我们在其中扮演相对于我们自己的 其他熟人的角色 但是通常是和我所谓的 概化他人的对话 你心中有时候会有的 我这样做好吗 别人会不会怎么说 我今天要是看到人家进来 上个捷运 然后我没让位 那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该让位呢 像我这个年纪我就觉得我不用让位 因为我就是该变让位的人 你们其他年轻一点的 要看到我还不让位 对不对 那其他的正义魔人 可能就会觉得说 哎!那老先生在那儿 都快死了 你还不让位 你可能就会有这个压力 他们要死了 我腿痛啊 你可能要吵起来的 所以这个概化他人 当然这个有时候 如果这个真的发生 我会很尴尬 因为台北的捷运站都很短 所以其实我站一下子 真的不会死人的 真的不会死人的 我上次去大陆做基捷 因为去的时间 刚好车门要关 所以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一个位都没有 然后也没人让位 台北最美丽的风景 对 可是这些都不是台北人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机场的人 都是外国人 所以没有一个人让位 我从车头走到车尾 很多人避免眼睛看着我 对不对?看着我就 这种弄成这样的 跨离要不要让位了 对不对?我要留着胡椒 拿着行李 对不对?不用看我 那就不用让位了 对不对?大家就是 看风景啊 我要离开台北了 好留在这个地方啊 会低头啊 会打开睡啊 所以我走到车尾以后 再走到车头 反正还真的是没有位置 我也不能叫司机员 说你下来 你就是让我坐 他唯一可以让位就是他 好吧 所以 这个就是一种内在对话 我自己就是会有内在对话 很多人大演会吧 通常是我所谓的盖牌大演会吧 一直达到抽象层次的思考 抽象思考层次 也就是我们所称许的 非观个人或客观性 那这个 这是他的想法 但很多人对客观性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说过在 笛卡尔时代 客观跟主观是相反的 跟我们现在的意义是相反的 那这个非观客人或客观性 是当时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只要跟个人无关就是客观 跟个人有关就是主观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但这种太过简单的说法 是不太能令人满意的 所以这个我要稍微说一下 但他就认为 达到抽象思考程式 就是我们称许的非观个人 或所谓的adjectivity 或 impersonality 这是有 并不完全是一样的 那他的这个Mindself Society 是1934年透过两个学生的笔记 整理出版的 我刚刚已经说过 这种透过学生笔记出版的名著 真的都有 那什么地方代表了 老师的说法 什么地方代表了 学生的说法 大概我们只能从很大体的地方来讲 文字的部分 大概不完全是老师说的 概念可能是 但是整个文字的叙述 可能就看那个记载的原因 还有呢 如果他的在这个后面的说法 是学生听错了 那我们怎么去 所以听错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读他生前发表的文章 跟这个身后整理过的书 如果发现其中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人 然后比如说 心思自我与社会这本书 Mindself Society这本书 讲的一些东西 跟前面那篇文章 发表文章有充足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看 第一个可能就是他有进步 所以他修正了前期的 理论 这是一种看法 第二个可能就是学生提错 因为在听课的时候 没有认真听 在以前特别是 除非他学过数据 在以前没有录音设备的时候 这个你很难再回复说 老师是不是这样说的 马克斯·韦伯那本 社会经济持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讲到有地方 跟他生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怎么去判断这个 会是一个有时候很棘手的问题 还有就是老师有时候会口误 他明明脑中想的这些事情 讲出来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你从上下来 某种程度可以判断 但是是否的问题 他的意见的问题 到底他是开玩笑 如果真正那样讲 是他开玩笑 其实不是真正的意思 有反动的意味在里面 还是真正就是那样的意思 还是他基本上也是一个矛盾的人 他在某个场合 他会这样讲话 在另外一个场合 他会另外讲话 那这要怎么判断 都是可以争议的 因为反正人都过去了 所以你要怎么去诠释他 那真的是后来研究所的自由 这也是当时很苦的地方 被人写传记以后 你真的是百口莫辩了 哑口无言了 他要说你怎样 你能怎样呢 你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米德的写作习惯 说他虽然在社会心理学 出版很多论文 但他从来不曾将其立场跟结果 已有系统的长边方式呈现 没有 所以他本书是企图达成系统化的目标 他竟然没有系统 你要把它变成系统 那这样是他的想法 这是一个 你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那他既然没有 那你要把它写得有系统 是为读者方便 并没有表达这个原作者的想法 那部分是根据重新整理的材料 部分是根据适当处理提供 适当的支出提供 他出版国做了什么参考 就是有地方他有角注 说你可以参考 他生前出版国的文章 那有地方是从学问笔记整理的 但是所以不是的 有系统的作家 所以他经常在努力建构一个系统 所以他还不是一个有系统 还没做到 这是一个批评人 还没有很完整的一个说法 含蓄的说法 他的思想的内在发展太过丰盛 所以很难将其思想 简然有序地排列起来 可见他思想杂乱了 这也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 他的天才在影响中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就真的很会演讲 也许这么一本书 就启发提示 编辟入理 上代古证 对话语调 最适合用来传达他的思想 我自己看 我觉得我完全不能从这本书看出 他的启发提示 编辟入理 上代古证 对话语调 所以这个编辑这样讲 我真的很佩服他 要不然因为我的程度太差 要不然这编辑实在不知道 好话要怎么说 就讲成这样 让大家都可以证明 真不是这样 所以能够将米德的社会先生 社会心理在过去三十年来 限于少数听众分享的冒险 可以传递到共打时空给更多的听众 这当然是他们的时代的限制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你看像我们的课子可以录影的 我将来怎么讲 讲错了 我们还经过了层层的筛选 然后整理讲义律师看过 不会曾经犯别人的权利来检过 所以比较起来比他那个时代要好很多 整理的人就算这样来说 你看孙老师是这样讲的 就算可恶也是他可恶的 你在后面写一个中夸号 英文写一个SIC SIC就可以了 中文就写一个原物 孙老师原来讲这就是讲错的 你要注明一下也可以都注明 然后这个孙老师讲错了 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去上架文 那这个呢是1927年和1930年 两位学生的笔记 再整理这种东西 第一个当然有的时候 真的是不得已的 第二个是 27年和30年 有的老师的想法有些改变 比如举的例子可能会有改变 那有些老师想法是 数十年如一日 那你27年和30年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就不知道米德是属于哪一个的 他说米德先生上课呢 华华经常没有上课笔记就讲受 所以这应该是蛮 不动程度蛮有自信 而且自己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别人不知道 连个上课笔记都没有 这是很随性的 他说这里所使用过的材料都未曾出版过 其实书主要是两个优秀的学生 上课笔记编辑和传 能够把笔记成这样的不优秀的演义 像我就是很难记笔记的人 虽然我认为我自己是优秀学生 但是我的笔记呢 在中文我记的都是用自己的方式 把老师的话消化一遍 而不是老师原来的那种语法 我到美国去念书只能记单字 记整句的话 大概那堂上课就毁了 因为还要想怎么记 所以我笔记记得很糟糕的 所以我用的比较多的都是自学的 因为那书在那跑不了 老师讲的话 有的时候你才听完第一句 第二句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而且刚开始上课 音乐也不太好 音乐好了也还不太能适应 所以我都希望把 像我后来自己当老师 我都把讲译做得详细一点 让学生尽量没有错误 真的要听的话 但希望听我上课是另外一种享受 他说这是一个1927年的课程的数记抄本 那就比在当时代数记是最 以致的最精确的方式 然后这个第一本跟其他材料结果 都是由Mr.George 和Nagos努力跟先天之明结果 我觉得真的先天之明应该跟老师 就应该准备好 我将来要出版的时候 怎样的让这个内容更完整 而不是让学生去随便记 他材料的整个完整性称之不齐 但这个第一本确实很完整 这个第一本的整体不像法令记录 因为虽然是这个数记 当时数记只有法令才有 但确实因为大思想要在晚年留下来 相当适当而且忠实的记录 这些话其实应该拿资料做证 然后不是用讲的 好 那这个另外一个学生叫Mr.Robert Page 他说笔记是1930年的 这这门课在加勒大学讲授最后一年 这当然事后看是最后一年 你会知道最后一年是哪一年 然后1927年的材料 重新编排擅除重复 并且修饰文字之后 会插入一个30年的资料 所以是以27年为版本 30年来评证 两者都融入正文中 并且当中的角度 其他各种材料 也会适当加一个类似处理 他说选入之后都有这个东西 有MS就是Manuscript的简细 所有的标题都是编辑所加的 其他编辑的更正都会以瓜葫芝 去呈现 然后傅如东1A2跟3罗马数字 合起来看可以构成一篇未出版的手稿 第四篇论文是一个叫 《基本能力学课堂比数题导致》 所以基本上这个文本的形成是很重要的 很不幸的大家都把这本书当中 是他的最重要著作 我觉得应该不是 应该是他发展过的一些文章 他说我们必须被迫下个结论 意识是从这些行为中图创而生的 就emergent 就是不然间出来的 它不是社会举动的先举条件 社会举动是他的行为 所以先有一个社会举动才有所谓的意识 不是有意识才有行动 这是他的看法 那另外呢 就significant symbol 跟language 这问题 说知识呢 意识背后的理念 你作为一个知识有它背后的意 然后又可以在他人心中记起同他一念 别人也知道你这什么意思 于是知识就变成了意义符象 如果不是的话 一个人你摆出一个知识 对方完全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那就不是一个significant symbol 我们刚刚美国的时候 老师上课有讲的这种问题 刚刚美国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翘起宗旨是什么意思 因为现代人都知道所以不用比了 翘起宗旨是骂人的话 或是人家骂你 就是很不好的意思 那我们刚刚开始去 我搭领在美国 看到人家翘起宗旨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那种 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我一听也是不好的意思 就有人就讲 就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不讲话 后来好像说是东欧的犹太人的手势 也是骂人的话 像我们在座就有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座就有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第二个人知道什么意思 那这就不是一个神仙的分身杖 举例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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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一个符象 一个符象回应了第一个人的惊念意 一些召唤出第二个人的意思 第二个人的意思 然后知识到了这个情况 就变成了语文 就可以沟通了 所以早些的语文 很多是什么 洁生济世的中文来讲 你看那个神圳里面记得了 我以前看美国漫画 小时候就看小亨利 小亨利呢 常常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在手指头上绑一个手帕 你不知道为什么手指上面绑一个手帕 会帮助你记得一件事情 但是在漫画里面就这样写 所以他妈妈提醒他的时候 就叫他在那里绑一个手帕 这个是我一直觉得 美国人很奇怪 提醒一个小孩做事 我们不会这样做 但他们是这样做 所以在这里面去看 这就不是语文的问题 此时那就是一个意义符相 而且代表某种意义 这句话就是很废话 不断地强调 所以有时候重复是强调这句话的重要行为 在这场语言 在写作里面 大概就不会再写下一个句话 然后知识对话 conversational gestures 那这个要跟角色反应 他说社会举动中 有意识跟有意义的对话 比起无意识无意义的对话 更为恰当而有效 是相互调试的机制 只有包括每个人都采取 对对方对待自己的态度 所以你知道你讲这话 别人会怎么反应 别人会讲这话 你会怎么反应 所以在看起来非常通畅的一个交谈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脑中已经经过了很多这种 这种散过了很多适当的话 这也是一些社会接受的对话 不然的话中间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当你出现了怎么会这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对话中断 那不是一个经常发生的状态 对话的支持 我明天讲得很好 怎么你今天忽然间变得一个样 这个如果你有被通知你失恋了的经验 对方告诉你他不喜欢你 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这是最清楚的 他说你还好好的 怎么今天就这样了呢 所以这个也跟这个一样 就是每个人参与对待这些态度 我跟你 我是你粉丝啊 我觉得我跟你很亲近啊 我参加了一个演唱会啊 我希望能够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支持啊 那蔡伊迪这个回答 孟城市也呼应了 他并没有说 什么话啊 我谁啊 我给你点什么会啊 过来没有啊 不管他心中怎么想 他做出来的态度 至少让那个场合能够很顺利的进行下去 如果他那时候就搬起脸来说 你谁啊你 给我抓下去 砍啊 如果是这样 故事就不一样了 人家没有 好自我跟身体跟心思 self跟body跟mind 讲到body跟mind比较多 因为有时候讲到self的啊 self到底包含哪些部分啊 这个要稍微插一下啊 在这个早一点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先驱叫William James William James 在1898年啊 就写了两句册的心理学原理 其中有一张叫social self 就讲到social self包含了这个body 当你讲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那绝对是你 你的self的一部分 也有讲到social 讲到别的 有四个吧 在讲义里面的有一张 在那个思想脉络里面 有特别讲到William James的说法 就像你这个 我们的老师那个提出来说 你看你的车停在门口被人家踢了 你就会觉得自己受伤 这样 你讲习惯贴着我的车 但是那是你自我的延伸 有的小孩被打了爸爸 特别是爸爸 就会觉得打到他自己一样 那个也是自我的延伸 那爸妈把小孩当成自我的延伸 这个情况太普遍了 所以才会出现很多管教上的问题 然后他说身体不是自我 但绝对是自我的一部分啊 只有他在社会经验脉中 发展心思的时候身体才可以自我 所以你的body 如果只是一个没有mind body 是不行 所以body跟mind是要合一的才能词 他的说法是这样的 那沟通显于心思 就mind 因为不知道怎么翻译 中文mind很不好翻译 你翻译的时候 don't mind never mind 这个容易翻译 他跟别的词结合了什么 作为一个单词 就不太容易翻译 心思呢 因着社会过程或经验 迈入知识对话的沟通而引起 沟通不是透过心思 心思是透过沟通 简单讲一遍 这是他的一些想法 就是对于我们思想的发展过程 有一些澄清 那这些都是他想的 有没有科学的根据 我们现在如果 就从现在认知科学来讲 那可能需要更多的这方面的证据 另外他觉得知识有三层观念 triple or threefold relationship 知识对一个有机体 知识对第二个有机体 调整反应 知识对一个社会举动的后续发展 这个具体有什么意思 把它分析到那么细 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干华大人刚刚有讲过 他说从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看 某个个人采取了别人对他的态度 而且他最后将这些特殊态度 结晶化成为一个单一的态度 这就是干华他人 产生了思想和理性的普遍性 跟非私人性 这个他在前面就讲到的是客观性 所以这干华他人是一个客观存在 对他来讲 就像罗英德说的super ego 是一个社会道德的一个化身 大家都在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到了异文化去 很多人的作为有的时候会比较夸张 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概化 他人是个存在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国家里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上厕所 所以你不会再随地大小便 但是如果带一个小孩 或者你自己的身体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出现随地大小便 这个问题 而巴黎在前几个月 在这个防备心运动没有起来之前 巴黎的这个市政府 在巴黎很多街道 尤其沿着塞纳河 设了一个公共小便斗 男生的 不是一个房间 是一个设备 然后就有人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觉得很丑 所以那可以排臭啊 可以干嘛起来 花了很多心思 所以因为巴黎公共厕所太少 太少的结果就是 很多人就会在街边的小便 这个就回到了18世纪 工业革命前后 这个几个大城市的那种 城市的卫生的问题 好像在那个每天一大早 有人就会把前天的粪水尿水 就往屋外一泼 所以没有卫生下水道 那你走在街上 可能就被别人泼粪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公共卫生的进步 大概是两三百年来的事情 所以这个概括他人 你觉得爱小孩子嘛 所以以前有一个照片 所以有一个小孩在 101的鼎太空站在桌上 他妈妈拿了那个纸杯 给盛他的尿 因为小孩要尿尿 这个竟然没有像比利时一样 变成一个纪念碑 或者在哪个地方 观光景点 引起了一些骚动 尤其那样照片 站在桌子上 小朋友尿尿 然后妈妈还在纸杯盛着这样 如果那样你可以说这个小孩 其实是一个茶筒 所以其实妈妈只是在那里 我都掰不下去了 好 对不起 心思的特征 就是这是一种反思的智慧 reflexive intelligence 这个跟地等动物不一样 我们会反省 现在我们大家最多的就是说 这些人会反省和不反省 都在反省别人 就是透过这种reflexiveness 现在有的时候叫reflexivity 每个时代对于这个reflexive 动词用怎么样不太一样 个人就将经验回转到自己身上 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反省 这只是一个思考反省 整个社会过程才会出现 参与其中个人的经验之中 正是透过这种方式 才能使一个人比起别人对他的态度 个人也才能有意思去调整这个过程 而且透过他的调试 可以修改任何社会的过程 所以一般来讲 在社会中反思是心思发展的很重要 简单的说就是你跟人交往 你都会发现 你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为 根据对方的反应 如果经营很顺利 当然这问题就很小 如果经营很顺利 你有时候会考虑 是不是我在哪里讲错什么话 做错什么表情 那自我跟语文 语文过程是自我发展必须的 我们必须思考其实也靠个语文的 然后自我是发展而成的 自我不是天生的 这个跟前面这一家想法都不一样 然后自我的发展就经过 刚刚前面说的 Buy跟Game两个阶段 你看到这里就是 就是这个笔记 我发现错的地方 游戏跟玩耍的基本差异在 在后者后者就玩耍 你从下来看 应该是游戏 所以这是我看出来的笔记 小孩必须有参与者 其他人的态度 就是游戏 你学到所有人 所以一个小孩可以扮演棒球 一个整个棒球队啊 他可以又扮演投手 又可以扮演骨手 又可以扮演打击手 一雷手二雷手 他全部可以玩 就是表示他采取了这一群 所有的态度 这是从我们现在知道的 然后玩耍跟游戏有个比较 玩耍基本上是一个人 现在弄扫子化以后 大概这种情况 会比较多一点 游戏是由他人为伴 然后这个玩耍呢 是采取某些人的特殊态度 然后这个游戏呢 是采取概化他人的态度 而且有规约的程序 能规则 这是我根据这个 他的说法整理出来的 我的很多表格都是我整理的 并不是当时 当时就有了 那这个游戏跟概化他人也是一样 就是提供了一个人 自我统合的 有组织的社区 或者社会团体 可以成为概化他人 概化他人的态度 是整个社区的态度 所以刚刚我们才会把 这句话说 游戏跟那个的后者 玩耍错的 应该是游戏 才能扮演所有人的态度 好 那这个一般社区学里面都会讲到 这个自我可能两个部分 一个叫主我 一个叫客我 主我呢 就是I跟me 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的反应 客我是一个人自己假定的 其他人有一套组织的态度 其他态度构成了由组织的客我 而一个人对该态度的反应就是主我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来有一个人叫Charles Alton Cooley 叫Cooley Cooley 他有一个自我 静我说 looking of ourselves 说法 第一个你想象自己 会在别人眼中怎么出现 然后别人对你这个出现 有什么样的道德的评价 然后你根据这个你想象的评价 然后你再做出反应 所以其实looking of ourselves 有一个这个三层的过程 所以比如说你今天要去约会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穿什么样的衣服 对吗?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印象 然后你再根据这个印象来决定 你要不要穿这样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 那这边就讲到了 其实最多的是客我 你从别人想象自己的 别人对自己的反应 就是Cooley所说的第二阶段 你今天穿架来上课 你用这种态度发言 那别人会对你怎样 然后你根据这个 你预先想到的 然后你做出的反应 这个特别是在跟陌生人交往的时候的 也特别是像谈恋爱这种方式 跟你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人 很在乎的人 你的客我主我的这种交流 就特别的重要 特别在第一场 找工作也是面试 你要怎样给人第一印象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就看到主我跟客 你看找工作的大部分的在公司工作 都穿白正衫 穿黑色的套装跟长裤 那女生绝对不敢穿软裙 如果穿牛仔裤去硬式 那你大概都知道不利 所以这个领域已经知道 客我是什么态度 所以你那时候做出来的行为 其实都已经反映了 你觉得别人会什么反应 大家有些公司是很自由的 你如果要穿得那么正式 那公司完全不了解 你也没做功课 我们这不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 主我从来都不是可以完全计算好的 因为是靠着别人的反应来调整 所以你就算你今天准备穿那样 会发现不是 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校 说一个老板 寄予女秘书很久 有一天女秘书就跟他说 今天可不可以到我家去 要给你一个惊喜 他就很高兴地回家 他就想说 只有女秘书在 就在门口就把衣服全都脱了 结果一打开门 有surprise 因为他们所有的员工要庆祝他的生日 那时候老板已经脱了这家内裤 这就是一个主我 你觉得计算好 其实是被人家计算的 好 自我包含了这两个可知区别的阶段 主我跟客我 不断地你来我往 有取有语 give and take 然后主我说在记忆中 客我是一个传统习惯的客人 他这样的区分 佛力的看法 客我就是某种意义的审查者 就是super ego 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主我客我 你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概化的社会态度跟制度 然后在社区中某种行为方式 在相似的情况下 这些行为是激起他人工 我们采用同样的步骤 这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是这样的 大家都会引起所谓引起公愤 就是表示这个概化的社会态度是一致 当然你一个社会分裂的越大 你这种公愤的情况的越小 因为有些人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社会 我们生活的社会中 会有一种一连串的共同反应 这些反应就要称为制度 这个制度是社会界里面 有时候很难界定的一个名词 那制度代表社区 对社区所有成员 对一种特别情况的共同回应 这个都很抽象 而比较重要的是 他特别谈到民主 他民主是一种态度 要看自我类型 是否能够配合普遍的同胞情谊而定 叫Universal Relations of Brotherhood 把所有人看同胞看成市民 所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称呼彼此 叫弑母 Settle Young 然后在中国大陆有一阵子 把所有人都叫同志 表示强调这种同胞情谊 现在比较不强调这个 市场称呼上是不强调这个 那民主的意涵是 个人可以在自己的遗传的可能之内 充分发展 而且同时又可以进入它影响到其他人的态度 所以民主是每个人有自我发展的机会 这个是他的了解 但是如果可以公投限制别人的人权 那这个算不算民主吧 这就是很尴尬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后来影响到了 哈布玛斯的说法 什么叫做理想的人类社会 社会家已经很少人在二世纪提出 理想的人类社会 然后人类社会的理想啊 就人类社会进步的理想 和中文化是达成普遍的人类社会 Universal Human Society 所有的社会都把人当人看 简单讲讲就是Human 有时候跟Human 加一个E字 有一点点类似 但又有点不一样 在其中每个人都有完美的社会智慧 这个讲运的太高了 因此所有的社会意义 都会反映在个别人物的意识中 也就是任何一个人的举动 跟知识的意义 他所实现的 而且表现为他的自我结果中的 透过他采取别人对他社会态度 以及对他共同社会目标 或目的能力而展现的 对其他回应的 对个人都一样 一直说共识很强啦 大家都共识很强 所以你做这些事情什么意义 我就知道 我做这些事情怎么意义 你也知道 在台湾就不是这样 台湾你常常做的一个意义 你明明只是要低头 别人就觉得啊你投降啊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就想跟他把财你 我觉得也不止台湾了 但很多国家 民主国家特别是 所以这是一个对民主的一个寄望 希望讲话出来大家都有共识 结果我们的社会 至少到目前为止 人类社会讲话出来 都有人要财你 尽量不要让你的想法 能够被大家接受 你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在民主社会里面 比较常看到的 反而那种表面上的共识 在比较集权的国家 是比较容易见到的 所以这就有一点尴尬 因为他这边觉得人类的理想 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结果现在好像他所描述的 只有在比较不自由的社会 才会发生 但人类社会的理想不可能存在 假如个人不能够在扮演特定部分 就能进入到影响他人的态度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所以人类社会的理想 是要各有一个能够自由的扮演 自由的态度 然后被别人能够接受 也就是说你讲出来的话 你做的事情都是具有意义的符号 这样的意思 这是你能够讲的 你就先讲完这里 在讲Mills之前 Mills有这个想法 跟Sapir和Wolf的假说是有关系的 Sapir和Wolf是两个人 Sapir是一个语言学家 Wolf是一个算自学的 民间的语言学家 所以他们两个想法接近 就叫Sapir-Wolf Hypothesis 然后又称为Linguistic Relativity 讲语言相对论 那这个中文维基百科有个说法 就是没办法的人 说这是一个关于人类语言的假说 语言学家人类学家 Edward Sapir跟他的学生 Benjamin Lee Wolf 有个例子都没有打出来 是心理学跟社会学的影响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主要的概念 Sapir在书中 并没有说人类的思考模式 受其使用语言的影响 可是一般 再讲Wolf-Sapir的假说 人类的思想 其实受到他的语言的影响 都说这是Sapir跟Wolf 但是Wolf的书中并没有 别人说你有 我没有 所以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 因为你大概连Wikipedia都这么写 这边这段就说人类的 这种学说认为人类的思考模式 受到其使用语言的影响 因而对同一个事物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这种学说一起的争议也遭这些批评 但很多人都把所谓的假说 看成就是一个理论 或甚至认为是一个真理 这是学社会科学最麻烦的地方 很多只是假说 特别从高中以后的 高中以前的学习都希望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所以你一学到WolfSapir 这一定是就讲这是有争议的 很多社会科学的人都有争议 这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会比较夸张地说 我觉得高中不应该教公民 特别不应该考公民 因为你考就有一个答案在我们现在 有个答案呢 那个就不是学习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 所以科学科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辨 还有你的理由是什么 还有你希望承担的后果是什么 我觉得社会科学没有一个万零单 我吃完醉以后什么病都没有 没有啊你只能选择你要减少 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减少什么 你要得到譬如说你要得到电力 充足的电力你要减少污染 但是你可能就合肥料没法处理 或者你要这个火力发电 今天的外国新闻说 美国人去参加这个气候变迁的会议 所以他们建议要火力发电 结果被全世界的专家笑到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 就是美国人就要火力发电 我觉得他们到台中看一看 或者到全世界世界上火力发电 那个情况也严重 好 所以这里回到达的处理 所以问题是说看回原点 会比一般的人 不知道谁是第一个说他们认为 语言是这个 语言影响了人的思考模式 然后你从这个观点去看 确实有的人确实是受到他语言的限制 好 没有这么说法 在第十章 语言种族跟社会 这是Saupear的书团 语言种族跟文化没有必然的观念 没有 这部分表示三个从来就不是这样 不是说永远就没有观念 而语言发电 跟种族跟文化之间 没有深层的一个关系 而我深信 要在语言结构的差异中寻找对于 风气的变异 Temperamental variation Temperament也是很难单译的一个中文字 而是徒劳无功的 你想从语言差异来看看这个风气的转变 否则通常认为跟种族有关系 不是关系打错的 我也不相信 语言化跟语言都有任何真正有关联 然后所有企图将特殊类型的语言形态学 和某种文化发展就在发生 关系做法都徒劳无功的 我已经引出了几个 他一直否定一直否定 书上写的 这不是别人记载的 不用说语言的内容跟文化之间 有着内在观念 这是不用说的 语言跟文化有这种的观念 一个没有神意学 theosophy 这是一种 相信有个神的这种话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什么叫神意学 没有神意学知识的社会 就不需要这样的字 因为像我们中文社会 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有类似的观点 就是神明的拔归 我们有个市场候选人 说是神明教来选的 对吧 所以这个人也没选上也好 如果另外所有五个候选人都说 我也是神明教来选的 到时候我们选上其中一个 那是不是那个神明就比较大呢 这个 没有看过或听过马匹的原住民 就被逼着要再确认这个动物 使发明或借用一个字 来描述这样的动物 那这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中国人讲的灵 吸手过灵 那个灵是什么动物 那现在没有人看过 然后有的描述 它的头像什么 它的身子像什么 它的脚像什么 像一个似乎像的东西 是曾经存在呢 还是完全是幻想出来的 曾经存在呢 现在绝种了 还是幻想出来的动物 外国的叫unicorn 独角兽也是 有没有那个动物 没有 但是好像很多拍片 都可以用一个马 然后夹一个那个头 就得叫做unicorn 所以是这样嘛 所以它这里说 如果没有这种动物 比如说你要灵 翻成这个其他国的语言 像长颈鹿 刚开始到了中国的时候 就很压力 这东西叫什么呢 后来日本呢 就把这个东西说 这个大概就是麒麟吧 所以长颈鹿在日本 叫pili 用的就中文麒麟两个字 那中文的麒麟 当然不是长颈鹿啊 对不对 因为好像描述 没有它脖子那么长 长颈鹿最大的特徵 就是它脖子很长 这个吸手过灵 没有说话 因为脖子很长的一个动物 没有啊 有一个动物叫emu emu 澳洲的一个 因为有一次我参加 学生告诉我 我说老师 你要不要吃emu的肉 叫耳喵 听说叫做 我说那什么东西啊 我就算听到 我也不知道那什么动物 后来学生就拿手机 老师说这就是emu 我说这个肉可以吃 这不是鸵鸟吗 老师说那不是鸵鸟 这叫耳喵 所以这个它就有一个很专业很专业的名词 就像刚开始奇异果来到台湾 也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kiwi 这当时的那个英汉字典 kiwi就是一种 一种鸟还是一种什么 kiwi 也没说这个纽西兰人的 昵称叫kiwi 这不是后来班的 我念大学的时候 1970年代 我在那字典上kiwi 没有奇异果这个字 所以当时就引进了奇异果 引进了奇异果以后 说这叫什么呢 叫奇异果 后来到大陆说 怎么叫奇异果 这就是迷糊桃 这四川有的 然后后来什么的 纽西兰人拿去种了 后来要进口 就找了一个管工公司 就把它叫做奇异果 因为kiwi跟奇异两个字 然后就说它很营养 一颗奇异果 胜过四十颗苹果的 什么什么维他命C 然后就这样 就在台湾红的 然后后来呢 先卖绿的 然后发卖黄的 黄的就发明 这个广告公司很厉害 就发明了一个 一个广告词 叫喜金的 是真的 如果再来 但是这个呢 这个同意一字就是 它是金色的 中国的台湾人很喜欢金色 因为发财有关 所以过年呢 就要吃金色的 又说 这个又比绿色的 什么维他命C 又多多少这样子 所以这个又是这样出来的 我觉得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就说 那个语言叫什么 就是说 你没有看过马匹 讲到奇异果 很难去描述它 如果它没看过 好 我自己的另外一个经验 就有一天看到了 一个水果 叫做红毛丹 就是南洋的水果 在台湾以前没看过 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 说有个红毛丹 这样的水果 有人就说老师那红毛丹是什么 我说红毛丹 你就想象荔枝 从美容院出来 就变成红毛丹 就像 烫头发 红毛丹 就是你 从原来直头发变成 卷头发 红毛丹就荔枝外面有 那个 叙叙式卷头 这叫红毛丹 对吧 查到了吧 给他看一下 好吗 所以我今天看到了 你就像从原来荔枝 看到红毛丹一秒 好 所以这个 这到底没有听过 你这样描述就 你就懂了 但是如果不用那种描述 我要讲的红毛丹 就很困难 所以说没有听过 我听过马匹的人 要描述就很难 然后一种语词 词汇 多多少反应说 他所属于文化 因此 语言的文化跟历史 是平行发展 平行发展也是没有 我也期待 所以这个Sappier 至少Sappier 没有说 语言 限制了人的思考 至少没有 但这段话 有点类似 没有看过 或听过 马匹的人住民 就逼得要在认识这种动物 时 会发明或借一个字 来描述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 翻译佛经的时候 常常就是东土没有 就是中国没有 但是印度有 那怎么办 当时就有五不易原则 有五种情况下 不翻译 在思想上没有的 一种就是 什么 这边有没有的 叫阿弥陀佛 比如说 就是一个因译 会决定了几个不翻译 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 在翻译界 有些东西不好翻 或者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时候 是不是就因译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翻译的原则 那Wolf说了一些什么 Wolf呢 Benjamin Lee Wolf 他的一篇文章 叫做《科学语言》的1940年 他说我们用一个词来描写各种不同的情形 譬如说 他研究的是美国印第安的某些种族语言 正在下着的雪 这是一个词 我们现在用这种描述 地上的雪是另外一个词 鸭石如冰的雪是另外一个词 半龙化的雪是一个词 被风吹起飘着的雪 所以这边怎么办 一二三四五 就五个有关雪的名词 中国古代如果去故宫博物院去看青铜器 每个青铜器都有不同的名字 应该是它的功用 鸡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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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鸡叶是什么 对我们现在来讲 那不就锅子吗 一句话就解决了 就像吃鱼 有人说吃这种鱼 有人对鱼非常了解 日本 很多人到日本买那个杯子 有各种鱼的字眼 可以写买一圈的杯子 各种鱼 这个也表示他们对鱼的了解 植物也是 对我来讲 那就是植物 有人就是分得清楚 这是什么花 什么花 还有一个软体 叫形色 你看一个花 你知道它叫什么 你就把它照相照 让它传回它的资料够 它就告诉你 这花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 当然它是收集大数据的 就像在学校里面 我们台大好像没有 大陆学校里面 就是要查你的文章 事物是抄的 它有一个资料够 把你的文章 你的文章要电子档 很多老师收电子档 就这样 收完以后 那助教就把你的文章 就上传给人家的网站 那网站就帮你查 有没有跟别人 重复盘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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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抄的 但是呢 每一篇文章上去 就变成资料够的部分 就你的文章上去 另外一个人在写 他可能抄你的 就这样不断的 不断的累积 这个资料就越来越多 所以才能 才能很方便的查出来 不然你要让人去查 那真的是 人家跟你有仇啊 知道你抄别人 才查的 才查得出来 不然那么很 很花时间了 查这个抄袭 就很花时间了 好 然后对艾斯基末人来讲 这样的一个概括一切的词 是无法想象的 他没办法用一个血字来说 他会说正在下的血 跟半人化的血 等在感觉跟公众上是不同的 是互相矛盾的不同的东西 然后不同的词来表现 这两种血 其他种类的血 各须其一 我们常说的中 也有人有这个东西 他区分很多这种 差异 细微差异 然后另大多数人惊讶是 但是我们发现西方对于世界所做出的 许多种瓜性的归纳 比如时间 速度 物质 物质等等 对于构建一个宇宙的连贯画面 并不是 必不可少的 这听起来就是可以写那种公投文字的人 并不是 不可少 就是可少 不是不可少 霍皮人 霍皮 这是美国、印第安的一个主题 霍皮 也许可称为 没有时间性的语言 他所承认的心理时间很接近伯格森的所谓的延续 这边就用Duration 但这种时间 因为我们的物理学家所说的数学意义上的时间T很不一样 霍皮 这个霍皮 这个霍达错了 霍皮的时间的奇特性还包括 随着观察者不同 没有同色性的概念 没有长度 因为它不能和一个大于1的数字连用 这个大家具体 唐妍就这么知道 我们光从这里描述很难了解 至少霍皮的语言是这样 我们在学英文 中文在学英文的时候 常常觉得 为什么老外要花那么多时间 改变动词的形式 然后后面还讲一些实力 我们讲了昨天 那就已经告诉你这是昨天了 动词就不必有变化 他干嘛动词变化来告诉你是昨天 然后讲明天 明天就明天 就未来诗啊 干嘛 未来诗 他干嘛要双重的去强化这个事情 中文就省掉这个了 日本人更厉害啊 日本人连主词都没有啊 那我跟你讲话 你当然知道是我讲话 我干嘛还讲个我呢 那我们在这干什么呢 所以学每个语言 就每个语言的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语言特别强调这个 是我们语言没有的 这个东西对他们到底有什么那么强烈的重要事情 老外学中文最麻烦 大概就是一后面接什么嘛 一张图一顿饭 对不对 这不要讲说 我 有时候我感觉都有一个 可以省很多事 对不对 以前小时候当然老师一匹马什么 我感觉就一个马算了 这又怎样了 听不懂啊 可是很多老师觉得 你这个人太不了解中华文化了 我觉得中华文化拿一来骗人嘛 一不人简单嘛 下面就烦得要死这样 你光看字典都看嘛 还有字典举不到的例子 有些一匹马 一条鱼 有的时候一鱼鱼 我真的写 就算是学着中文都学了 有必要吗 a fish 多好啊 所以后来有一群波兰人 把英文要简化成八百多个 不到一千多个英文单字 希望用成全世界的语言 叫basic english 这是在esperanto世界语之外的一个 另外一个选择 所以希望用简单的英文 来对付这个世界 因为英文那么复杂 有什么意义呢 我您就是非常向往 这一八百多个字就可以学到 因为觉得备单字太辛苦了 还要动词时事要变化 后来发现真的有变化是有好处的 我刚刚学到go went gone 我都已经快疯掉了 为什么不是go go的 going going还是going 其他的为什么不是goed 为什么变went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关系 欺负人 对吧 好 这还有就是语言的问题 作为精确科学的语言学 他讲到语言相对论原则 语把影响行为评价和学习 所以其实Wolf-Sapir-hypathy 其实是Wolf有讲 Sapir没讲 所以把Sapir放在前面 就算他是好好诗 可是他没讲啊 他用通俗语言来说 就是使用明显不同语法的人 会因这因子打错 因其使用语法的不同 而不同的观察行为 对相似的外交观察行为 有不同的评价 因此作为观察者 他们能打错 是有对 他们是不对等的 也势必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同的事件 像现在说 佛教的世界观是循环的 就是不断的轮回 那中国人的异经的观念 也是没有终止的 那只有这个Judeo-Christianality 这个犹太基督宗教 是强调最后有终结的 最后是上帝再度降临 或者耶和华再度降临 或者谁再度降临 然后有个审判 然后好人坏人之终会终结的 所以在印度和东方的想法里面 是没有总结的 这是一个never-ending story 我最近才读到一个 在卢卡奇的树里面提到 印度人在想象世界是站在里 世界是什么撑起来的 世界是一只大象撑起来的 大象站在什么上面 大象站在乌龟上面 这是印度人想象宇宙的结构 一只乌龟撑起来的大象 大象撑起来的世界 乌龟下面是什么 自己没有大象 但是大象站在乌龟上面 这种话 这种光你用想的就觉得 好 但是你到中国的庙里面去看 尤其孔庙 那个有一个驮着碑的那种乌龟 有些书造点叫做碧系 这支念碧系 塞个背 然后还塞个背 加上一个尸 尸体的尸 这两个字叫碧系 所以龙生九子 龙有九个儿子 其中这个碧系 是最能负重的 所以的背 几乎都有碧系拖着 我想上面站在这 为什么不是大象呢 我想这个乌龟跟什么大象 站在乌龟背上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忽然间 就 原来知道有一个驮着碑的乌龟 我也知道印度有这样子 因为讲到大象 驮着乌龟这件事情 很多书里面研究者 都有讲到这个故事 Clipper-Gilts好像在哪一篇文章里面 也有讲到这个故事 那很多人都当成一个影子 就不管这故事讲了 这故事带什么意思 好 回到这里来 我觉得这故事告诉你 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没有止境 顶多他们讲 就讲到乌龟就好了 乌龟背什么的影子就不用讲 所以说特定世界观的人 对自己说话思考方式 独特性 习言不察十分满意 以为是逻辑必然结果 这个就是已经涉及到 虽然现象学的 就是take for granted 就是你都习以为常 你觉得你的就是正常 别人就是不正常 那语言跟逻辑的问题 他说我们将流动的 扩散的 是建作目前的 这样的切分和组织 这个图打出这些 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母语这样规定 而不是自然本身 已经切分成既定的模样 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的语言 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语言的差异 不只在于如何组织句子 而在如何切分自然 以便把切好的模块放到句子中去 所以Wolf-Sapir theory 其实只有Wolf Sapir其实是反对这样的说法 这是我引用的人 我以前也跟着一般人说 Wolf-Sapir hypothesis 结果把Sapir书 好好看一下这次 他都没讲啊 讲的都还学会讲的 那把他摆在前面前 所以就是Wolf-Sapir 稍微要讲一下 因为等一下 将讲到Seylon Mills的重要性 然后它的重要性就强调语言 跟这个思想之间的关系 C write Mills C是Charles的言写 但是你要尊重他 一般美国人是 first name 会全部拼出来 他的middle name 不会 所以一般美国人 如果他是一般美国人 他就叫Charles W Mills 但他特别用中间的名字 有人是因为不喜欢第一个名字 这是每个人的习惯的不同 不喜欢第一个名字 所以他就把C 对不对 那在英国的话 他们的名字常常很长 那通常都用缩写 只用了他的last name 所以我看过类似的四个 比如说A B C D 然后他的名字叫Angus 像这样的 就名字前面很长 你中文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所以有一个人 姓林的一个人 跟林务局有过节 就很生气的把自己的名字 就改成林务局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再想一下 既然改名 就改四个 就叫林务局长 我觉得这样比较穷 你只是林务局谁一名啊 你是林务局长 对不对 反正你要改了嘛 对不对 我希望他能学到这个建议 改名的时候要聪明一点 好 那C-Rod Mills C-Rod Mills 后来因为他死得很早 1962年就过世了 但是因为他写的那个 社会学人的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这本书 非常有名 全世界有名 所以我们1981年去念书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C-Rod Mills 所有人都知道 还是歌大老师 我们有一间 好像是401还是410 研讨师 老师们开会也是那一间 就是一个长座 旁边就挂着 歌大著名的世事的老师 照片不多 美国社会学史上有名的老师 大概有一半是在这个墙上 我们台湾不流行挂着 我们就说偶像崇拜 我们偶像崇拜的情况 好像没有老外严重 大家都觉得中国人 偶像崇拜太严重了 嘿 你不知道绑球还有名人堂吗 我们绑球有名人堂 对不对 他妈唱国歌 你有唱国歌吗 所以不要小孩子的问题 我们社会学又名人堂 这个我讲歌大社会学系 我念书的时候 每个老师一张照片 所有人都认得出 那个C-Ride Muse 这样老师没有人知道 我还要念一点书 我还知道谁是谁 很多人都是大学才念的 说哇哦 C-Ride Muse 所有老师对C-Ride Muse 都觉得不怎么样 这个人就是浪得虚拟这样 所以我稍微说一下 可是这很多读他书的人 都把他敬仰到像是圣人籍的人 这种偶像崇拜是到处别见到的 他被科学社会学 不是知识社会学 其实有很多这个重要的文章 但是因为他有名的都是那个 社会学的想象那个 所以就不知道他其他的贡献 其他大概有一些是有关阶级研究的 那他群对语言逻辑跟文化 这1939年的一篇文章 他就强调社会决定心态跟思想 就是还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 或者知识社会的这种的这种脉络里面 然后社会决定的心态 mentality mentality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字 尤其到了法国出现了所谓心态史 那你说那心态史是什么是是是是是 思想是什么不是 是什么史呢 就讲这种心态史 所以心态就更加奇怪 然后法国人出来叫局以后 所以社会决定心态心态是思想吗 我们中文用心态 你已经可能用中文来思考 所以这个心态mentality 是什么叫做mentality 可是思想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历史的看法 一种是社会心理的看法 那知识社会问题要从历史层面来看 但是一般性的假设 都要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 这是他的区分 然后当前知识社会主要缺陷就是缺少了解 并且能够描述心灵 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关系的词律 所以心灵与其他社会因素 刚刚那个George Romney 不是出名叫mindself and society吗 这是1939年文章 那好像1930几年的书 所以他的说法 在当时是很重视的 还有文化的决定因素 只有我们厘清了 而且有系统的应用一种健全的假设以后 说明了文化决定因素 运作的特殊社会心理机制 文化的因素里面有些特殊的社会心理机制 我们才能说明一个特定思想家产入的社会功能 一个特定思想家到底受到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于我们赋予思想家 跟他的社会脉络关系 有更清楚跟动态的了解 这个是非常的老派的 就是一个人会受到他的思想反应的影响 那像我的社会学的介绍 或是古典社学理论的介绍 都是会从人物开始 然后拿他的思想脉络 他的著作脉络 再讲到他的概念 我们是因为上课的方便 所以把念都省掉 放在讲义里面 而且我已经上过了 古典社学理论 当代社会理论 所以这边就去掉了那个部分 这样才有办法讲那么多 基本上跟他想法是一样的 所以思想追随着对话的模式 这是一种一来一往的过程 就是get and take 听众制约的说话者 其他人制约的思想家 而且他们互动的结果 影响了互动的双方 当然很多人对思想家 不是当面见到 很多只是看书 听众制约说话者是有可能的 因为对方表现不出任何兴趣的话 讲话来也会异性阑珊 就像以前好像说 有人做过实验嘛 上课的时候 只要所有的同学一直摇头 或者所有的同学上课都不看老师一眼 大部分的老师都会崩溃 所以很多老师 在我学习过程 穿不看学中 因为这样他就不肯就崩溃 你一看学的时候 你肯就会崩溃 我也不知道这个 反正我也已经看不到老师了 所以你崩溃的这种 就会比较远 就心灵来说 一样就心灵的 mind 浮相的互动 叫symbolic interplay 我们所谓的符号互动论 象征互动论 或者符号互动论 我判断浮相互动 是symbolic interactionism 那时候他不用这样的字眼 symbolic interplay 符象之间 互相的影响 是构成了心态的结构 这个其实跟那个 George Herbert Mead 的说法是一样的 他说符象 symbol是一种重复出现的原形式 它具有符象的地位 是因为它具有意义的世界 这也是从你来的 刚刚我们都讲过 那是一个significant symbol symbol一定有它的significance 简单讲是这样的 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说话的 跟说话说话都能产生相似的反应 几乎就是重新说明一下 那个George Herbert Mead 运桥 沟通必须建立在 能够起共同反应的模式才能沟通 语言的意义就是说到 同一种符号激发的 共同的社会行为 符象呢 是社会行为的指导中心 directing people 它们同时也是人类心态不过 就是条件 就是symbol 文字的意义是透过人类 集合体的互动而形成跟维系的 而思想就对这种意义的操弄 我讲一个简单的汉字 娘 娘这个字呢在中文里面是母亲的意思 是比你大一辈 在日文里面娘呢是女儿的意思 是比你小一辈 所以你同样看到娘的汉字 日文看到了跟中文看到了 你的想到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大陆呢叫媳妇 媳妇就是太太的意思 在台湾呢媳妇是你儿子的太太 是晚一辈的 虽然中国大陆呢媳妇是指太太 儿媳妇是指我们的媳妇 所以这两边的用法 就算在台湾 跟在大陆两边 这个符号的那个共同点 有的时候也是有差别的 大部分都是一样 大概少部分地方 你跟她们聊才会知道 比如说很简单 我第一次去就有人警告 你不能叫服务员叫小姐 小姐是那种场合在小姐 我们在台湾都叫小姐 对不对 没有不好的意思 她们的小姐就是不好的意思 所以她怎么叫 叫服务员 我觉得服务员叫起来很不亲切 要不然她说你好 所以我真的在打 我就很注意她们怎么打打 有时候你要让服务员注意到 你好 然后举手 有时候服务员 有时候喂 想喂的真的比较少 叫服务员叫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的习惯的问题 还有逻辑是成员的共识 就是要合乎逻辑 就必须合乎她们的论语 Universe of Discourse 大概在1960年代以前 逻辑学里面告诉你的 叫做论语 现在我离之很远 不知道有没有改变这种说法 就要符合论语中成员的共识 才确定是符合一般的 有一个推理有效的概念 所以这个逻辑不是一个客观的 一个思想的因素 而是一个共识 一个成员的共识 概化大人之评价论论计社会机制 这个其实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 然后跟那个Jody Herberman 这个ethos就是ethos那个字 原来是一个希腊字 ethos 所以有的翻译思想 有的翻译风气 有的翻译民族习性 什么什么 各种中文翻译都有 这是很麻烦的字眼 所以一个社会结构所蕴含的利益评价 就叫做ethos 他希望给它一个定义 这是Hanspire对ethos这个字的用法 它有个名著 Hanspire是一个德国的学者 符象的意义是受到社会协调出的行动的定义 跟再定义 所以这个你如果要举例的话就可以知道 那语言 语言的功能是对行为模式的组织跟控制 这种行为模式是语言的意义决定因素 文字的意义是对于社会行为的主导诠释 诠释是意义源自于行为的习惯模式 意思说诠释行为的意义是互相来到的一块 这个有一个英国的语言哲学家 叫J.L. Austin J跟L都没有拼出来 J.Han是John John Austin呢他有一本书 叫做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如何以言 以语言或以文字从事 形式 它里面就用了这种语言其实有时候可以命令别人 语言可以表达你的希望 语言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我在我的社会学里面有一张讲语言 就有提到John Austin叫Speech Act Theory 后来美国的应该叫语言哲学家 Sherling也继续往这上方向发展 所以语言具有的社会意义 这个是被注意的真的比较少 社会学家有提出来但没有进一步去弄 到了1960年代有一群家中的社会学家 在一个人叫做Harvey Sacks 影响之下 发展出一套Conversation Analysis 不是Conversation No 不是AAL 没有就叫Conversation 分析非常仔细的 近乎疯狂的分析绘画的各种进行的方式 跟如何记载绘画 绘画不像我们一般的看剧本或看小说 是那么完整的 谁讲完谁讲 很多有插进来的 很多话是不完整的 这些在他们都有非常繁复的一个记载方式 然后来研究语文 Earne Gaughlin 后来研究语文 但是语文基本上在社会学里面 但很多社会学家的建筑里面是被忽略的 所以知识社会学 你几乎又不能提到语言跟文字 所以要提到语文的问题 不是语言而已 那心灵 是透过浮相中介跟社会情境互动 这个有数据反正思想也可以 所以这个 那vocabulary 是我们行为跟知觉 我们的行为跟知觉 或者我们的逻辑跟思想 都在一个语言系统控制中 随着语言 我们才获得一套社会规范跟价值 vocabulary 不是一套 一串字而已 这些词汇之间蕴藏着社会组织 跟制度跟行动的坐标 在词汇背后就是整套的集体行动 这里就把语言弄到了一个 集体行为的一个地步 因为他后来一篇文章是讲到 这个社会定理学家所用的语言学问题 那也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一个著名的研究 好 那这些都是定义而已 思想就是对现有浮相材料的选取跟操络 一个思想家的社会跟政治的理据 展现出他对于自地的选取 好 那语言跟符号都是集体创造的 这是知识学的一个基础 没有问题的 然后符号是有共识的 这个从那个Charles Ford 就是Julie Herbert Mead 就已经讲到了 然后另外这个就是行动 情境行动跟动机与会 动机与会就是说你怎么去解释 你做事里的原因 叫动机与会 这动机没有问题 与会就是你有哪些词语来说 这是这样生活里面到处都有 你看他怎么说 动机呢被视为是某些限定社会行为中 具有某些确定功能的典型语会 人类行动也许自己跟别人 都会用语言表达动机 或者将行为归应在某些动机 透过推论或者抽象的动机 来指的行为是一回事 在可观察语言基础来做动机归应 或宣告成为行为的函数 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做一个事情 我们跟别人解释的时候 我们会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被人家逮到做一件坏事 你也要尽量说出你当初动机是散的 希望能够让罪行能够减轻一点 就是动机 然后你讲的理由就是动机的语会 你为什么那么晚了还到他家去啊 然后他不是说不了吗 我也要跟他道歉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动机与语会啊 然后说我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啊 就像这些都是 动机宣告跟归应 宣告是你说的一回事 归应是我们其他人要的归应 动机宣告归应有两种情况 首先是具有语言特征的社会行为 以及是涉及他人的行动 跟话也为导向 导向向打错的钢领行动 其实动机宣告归应和质疑快据年 同时而起 这些质疑对我重要一部分 这讲的就很学术啊 大家听说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 传统的这个教室里面 老师会说 你昨天没来啊 你上礼拜怎么没来上课啊 学生马上想一个理由啊 这里有很多些人啊 我祖母生病了 所有的祖母的重要功能之一 就是拿来请假当理由 对不对 你祖母生病 那你祖父呢 祖父上学级过世了 那你的外祖父呢 下学级可能会过世 那你就预留这个 你讲的动机 像已经是很好笑的事情了 对吧 上礼拜我以为我们停课 这也是一个 上礼拜怎么样 这都是你的动机与会啊 然后呢 执疑是对话的动作为一部分 有执疑你才开始要讲动机 不然你讲动机干什么 对你来讲 像我以前当学的那也是 我今天就不想上课啊 我睡过头了 干嘛 我还请跟老师说 对不起啊我睡过头了 这需要讲吗 那我当老师那么久 比现在当学的时间还久 我常还没听过 学问说老师我睡过头了 所以我知道 尤其冬天尤其以前 我上课是九点十分的课 那个第一堂课不来 就是睡过头可能性是非常大 本人在这个年纪就是睡过头 但绝对不会老师讲 老师你都没来 你知道昨天为了写作乐 讲的那种义正言辞的 我们都会嘛 不是吧 谁很诚实说 我昨天打电动打得太晚 所以大概有些经济病人 不会转换 你大概会 所以事实上需要这种诚实的经济病人 动机用词跟动机语会 我们需要做生意 像所有的动机机的用词 致方在历史时代 跟特殊情境当中成为动机的语会 离开了特别限定的情境的时候 动机就失去了价值 这边是提供了适当的语会 动机必须被放在情境中 动机随着历史时代跟社会结构不同 还有内容跟特性上不同 他讲的都非常非常的广泛 好那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知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文献 叫社会病理学家的专业心态 他就考察了社会病理学家当时的书 这是一个对于那种知识 所谓社会病理学家当时就是研究犯罪的 叫social pathology 很奇妙的是在三民主义里面 孙中参说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 他研究社会的病态 不是社会生理学家 这孙中参拿自己的马克思 当然我们那时候信仰三民主义 当然都觉得这是可以比的 然后后来发现马克思好像孙中参跟马克思 好像不在同一个城市上 不太能比 所以看你怎么说 不是说它不重要 而是说在思想上好像没有人 没有其他人是这样的 当然你可以说大家对社会上了解比较少 对马克思量就比较多 而抽象增值比较低 就是当时的病理学病理 第二没有考虑整个社会结构 然后呢学术分工更孤立 还研究者背景相似 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 很多是传教士或具有传教士背影的 所以他们对于社会研究 就是社会工作的研究 希望能改良这个社会 然后发现社会犯罪的原因 然后我们就还改良社会这边的很好 这是社会学当初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在美国社会特别是 这跟新教文理的有关系 好 那社会病理学家相似的背景 这些社会病理学家 它有考察了当时多少本的书画 社会一位在外国出生之外 都是出生在小镇 特别是靠近小镇的农场 其中四分之三都在年轻的时候 生活在工业不发达的州 所以这是已经对于这个学者的这个 出生的背景的研究 他们的社交圈跟社会阶层都具有高度的同知性 除了五个人之外 都参加过改革团体或专业跟商业阶级的民间结设 他们都是大学教授 其中三位具有博士学位 他们当前的职位除了学术外极为相近 参与的民间组织职位也相似 他们结婚的对象的社会也很匹配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是同类型的人对他而看 然后当时社会病理学的研究 分析主要的写作对象是给大学生看 然后日常生活中零碎跟实际的问题 写作那种 观点呢 他们从偏离归拜 deviation from norm 的角度来界定问题 或者说叫结主 二十大战以后 已经没有social disorganization 这样的名词了 没有了 在二十大战之前的社会教育教育书 都有叫social disorganization 就这个部分 然后呢 那个deviation from norm 过来还在六零年代 这个部分的社会学 就叫deviance 偏差行为 规范并认为是社会规定准层 这什么要说 这些课本有两个倾向 要不就是跟政治无关 要不就走向民主的机会主义 democratic opportunism 希望借着他们的研究 能够对社会改革 或者对从政有点帮助 第二 这个分析呢 是强调情境 不一定是第二 现在制度训练出来的几种人 法官 策务员 都从情境角度来思考 那部分是透过情境概念 及个案研究法的方法 使得社会病理学家 在思想上跟社会工作 产生关联 特别是在职业位置跟政治限制方面 就是基本上是为政府的施政 做参考的 还有另外一种 遮蔽我们飞机结构观点 强调社会的过程跟有机的特性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 不能从分割来看 社会是经过一个过程 不能从结论来看 社会病理学家没有 没有企图 不是没有企图 不是没有企图 要建构一个结构的整体 还是有个不是 我得回去查一下 当他们考虑整体的时候 他们用的概念是社会 社会秩序 或社会组织 民德 民德这字眼现在已经不用了 在十九世纪末期的 叫Morris 就是道德中间比较好的一部分 叫Morris 叫民德 民德跟制度 以及美国文化 至于这些名词有四个要点 这些名词代表分化的实体 第二 他们是同职的 第二 他们的抽象程度很低 第三 除了描述性的使用法之外 这些名词具有亏换性 第四 社会义词主要被想说 处理团体 或者小儿童性的共同体 这是他分析当时的 这些研究者的内容 然后这些教育中 通常都不分析稳定 秩序 或者团结的基础 这些基础 这些基础呢都是隐含的使用 或裁可 裁可 裁可 制裁 哪些是好哪些坏 某些社会健全 或者稳定的 组织 这类规范性的概念 都决定了 还是符合病的条件 什么是他研究对象 什么叫病理 那就要看他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这样 所以 工程度看起来是比较保守 只要跟现状不合的都是病理 或者他们习惯就是病理 然后这个 病理的行为不是从结构意义 或统计意义上分辨出来的 这就是道德意义了 他可以从都市中经常弥漫的 病理现象论断看出端倪 那既然他弥漫了 他们在统计意义上 就不可能是异常的 因为常见了 所以怎么是异常呢 这也说 图尔干说的 社会有犯罪是正常的 正常不是道德允许的正常 而是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必然有的一个比例 社会有犯罪是正常的 那很多人看了这几句话 就觉得 你神经病啊 社会有犯罪怎么是正常 有人自杀怎么是正常 就开始从这方面 完全是鸡腾压 然后这些规范就是人道主义的理想 这些文件并理的标准像 从乡村萃取而为的导向 所以这从乡下人观点来看 从都市人观点 本来就是要强调多元 强调包容 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他前面会提到 社会病理学家 平常都是从乡下来的人 因为乡下人比较保守 这是一般的看法 除了偏离归拜 还以乡村稳定原则为导向 文化脱节 culture lag 这个字眼 这个名词 文化脱节就是在社会的各因素的 变迁条件不一样的时候 有的会变得快 有的会变得慢 这叫文化脱节 或者叫文化失调 这些问题往往被看作 是调试 adaptation adjustment 对立 这个在1949年以前 调试跟对立 这两个概念 社会学的概念是不同的 好像已经没有人注意这里 然后这个病理的 pathological 或截阻的disorganized 等于是适应不了 mal adjustment 这方面的字眼 在阿尔茨大奈以前的 社会学院里面经常看到 这样的观念以及规范的观念 经常是空洞的 不具有具体的社会内涵 或者说它的内涵 实际上是替顺从这些小镇 中产阶级环境的规范做宣传 简单来讲 就是这些人社会病理学家 就是出生于小镇和中产阶级环境 强调规范 这个在现在已经很常见 做这样的分析 就是这些人的出生影响到他的结论 可是在当时 这是一个算很先进的分析方法 所以你看到问题 然后你再看看 那看问题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从这些人的背景 你就可以推动出来 原来他们是这样看的事情 因为这些人的看法 是跟他的社会出生是有关系的 所以后来知识社会 基本上就从这角度出发 从这背景来看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这些人的宗教背景的危机 那宗教背景是不是影响了 这些人的后面的科学霸展 好 那这个大概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吧 对 看看 所以调试的理想看来 直接可以应用到的社会场景有两种 一种是社会 一种是个别的移民 因此移民要适应性的管理 移民问题也是病理学要关心的问题 这也成为 形述其他问题的经验的模范 移民问题到现在都还是问题 在澳洲很多国家 在日本现在要求 日本政府好像已经通过了 他们需要非常大量的移民 因为日本已经迈向老龄化社会 他们需要外来的工人 他们需要一些技术上的一个资金仇入 所以日本现在对于移民的问题 我觉得移民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的 相对而言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AI的问题 如果AI当然要移民 AI又便宜又没有什么文化的问题 然后AI又不用休息 不用一粒一休 有了AI以后劳工问题就不见了 只有AI只要不发狂就好 要发狂拿枪乱杀人就行 我们担心就是AI杀人 所有的AI电影恐怖片 就是AI忽然间会自主 然后开始杀人 所以阿希莫夫三大原则 其中一个就是他不能杀人 但是你怎么知道呢 他自己会自我进化 也许这样杀人是对他是最有利的 我们人都杀人 为什么AI不能杀人呢 AI不要杀AI就好了 比如说你眼睛换了那个 你就是AI了 你已经塞过人了 对不对 现在没有人纯粹从苏生下来 你的所有器官都是一样 加上你的器官 比如说3D立体列印的 发明了那个材料以后 可以用很久 你就不用担心心脏有问题 不用担心肾脑有问题 不用担心胜肝有问题 不用担心胰脏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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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99岁 对不对 只是AI那时候 让不然你这样做的问题 还有社会病情 理想中适应的人 就是成功社会化的人 所以那个适应 完完全全能够适应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要求什么 你都做得到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你能赚大钱 你能够有很好的学问 学问还不一定很重要 因为现在告诉你 赚大钱人都是哈佛的退学生 中错生 哈佛没练完才能够发大财 你哈佛练完 顶多当大学教授 台大一代也这样讲 不要给你台大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考台大 考台大要什么用 然后到时候那个 考上台大 顶多就只能当校长 然后你没考上台大 就有这个压力 对不对 台大校长的问题 从此以后 还有自私自利 selfish相反词 所以社会病情学 觉得自私人 是不适应社会的 然后不适应社会 才是成功的社会化的 这隐含着顺应的人 顺从中产阶级的道德 这道德道达错了 还有利益动机 并且受到 受人尊敬的自尊敬 一个社会化来做事 总是会想要别人 也对别人好 这就是社会病理学家的 一个乌波邦 所以他已经分析的 莫敦很透彻了 这篇文章是 刚刚讲的多少年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其实还1944年前 那个二十大战还在打 他就已经写了 这篇文章了 所以这也是 现在很多人 在做类似的事情 从这些人的身份 来确定他们是感性的 好 接下来讲的是 是一般被列为 现象学派的社会学 是阿菲修斯 这个乌上面有打量点 或没打量点 看你要怎么做 因为他原来在奥地利 乌上面是有 这个乌纳两点 那后来到了美国 因为美国人 就把那两点就死掉了 所以他在乌上面 就没有两点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阿菲修斯 在讲阿菲修斯之前呢 我必须说一个故事 这故事我不知道 在另外一行课说 各大有一个 传统的桌子馆会卖书 然后他会卖的书呢 他每一年会 每个礼拜会把清仓 把一些不管人家捐出来 做的桌子馆淘汰的书 他卖很便宜 通常不会超过一块钱 有台湖毛钱 我就买过那种 林教授接着书 他们卖出来 这样 有教授的签名 然后有一年就是大清仓 我就觉得 你们去找出一堆书 没地方摆这样 要把它卖 然后我们那个 喜欢买书的 几乎都不是美国人 都是在各大念书的外国人 礼拜一买书呢 我的学弟 他后来很有名 叫Roger Brubaker 就在评论馆打工 他是专门在卖书部门 我有一次跟他聊天 我说Roger 你在这边卖书 你有地方摆吗 他还没结婚那时候 后来结婚没有 我也不知道 可是就宿舍 他说对啊 至于我的床垫下面 都摆买个书 因为没地方摆 你知道床垫下店的书 他的书已经摆得很夸张 因为他可以先知道哪些书要卖出来 所以他逼我们抢先 还好我跟他兴趣不太一样 所以他卖书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不会 还有书可以买 他说是在乎的人 非常在乎的事情 因为消防都很远 所以就有本质 所以排队呢 排了很长的队 就是要进那个屋里台 每个人二十分钟 看完了出去结账 那我们当然礼拜一就去排啊 然后这个早上排下午也排啊 我们很多人去买书的 所以那个一个房间 大概就这么大房间 都兑满了书 摆在书架上 大概礼拜四 每一本书都五毛钱 没有卖出去书架上没有卖 每一本书都五毛钱 你尽量看 到礼拜五 不用钱 你拿了就走 美国人做事情 真的是很夸张这样 当然礼拜五的书已经非常少 我就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 这本书 这样子摆的时候 是一点都不齐耶 因为这个书皮 看起来非常不齐耶 非常奇妙的 我就是伸手去拿着这本书 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书了 你知道吗 每一本都大家看一下 这本书有什么关系 这本书 你看这边写 with drum 就是各大已经消除了书 改颜章 不是我偷的 然后这书呢 我一打开一看 不得了 这是阿卓·Schutz 德国师论文 写的书 然后是1932年版 1933年 希特勒就上台了 1932年版的书 然后后来念书 念到说这本书 全世界好像只有八十级的 他没有以太多 然后我就有一本 反正还有不出书哪个编划 当然最近也被重咬的痕迹了 希望刚才救命图出来 那这是这本书 后来德文的版 这是德文的 很便宜的书 内容 当然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它硬的 这是这本书的英译本 书名原来是世界意义的 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 然后到了英文就变成社会世界的现象学 就不是意义建构 因为讲意义建构 Zing After Alpha 怎么都不会有 美国人不会了解 什么叫Zing After Alpha 反正现象学还有一些人会了解 这个是西北大学现象学成书 所以书名就已经 意义就已经不一样了 中文也有 我就忘了把中文带下来 然后大部分人比较少先知道 是这个荷兰出的 三本的袖子的文集 这三本书我年大学的时候 主管根本没有 台大主管根本没有 以前常听叶老师这么说 这三本书 也看到书目上有 后来到了美国 竟然买到了 买到这三本书 这很贵的啊 这三本书 后来有看 所以这是秀齐的这个书的故事 然后还有这个翻译 最近几年都有人翻译出来 所以他的书大概慢慢的都 内容都可以被了解 以前就是看不太出来 我怎么选这个颜色 这就是第一本他的博书论文 1932年 刚刚看到的那本 就是1932年版 就是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的问题 所以他最强调的是 意义建构 这个社会世界是靠着意义建构出来 人跟人的意义 simple的意义 刚刚讲到 generalize others 是一种意义的 significant simple 是意义的问题 这边有 1967年的英译本 中意本是1991年跟2012年 这是台湾的学者 这是很大的 那台湾学者根据的显然是英译本 所以这里的翻译是社会世界的现象学 根据英文英语来 中文大陆是根据的 这个是原来德文的意义 好 那他第一个部分是对于韦伯方法论的批评 是认为韦伯没有区分下的各项 是进行中的行动跟完成的举动 这边是act 这边是action 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知道 第二是文化对象创造者的意义 跟所创造的文化对象的意义 听起来像是在我们卖的名词 第三是我自己行动的意义 跟别人行动的意义 我自己有这个意思 别人有这个意思 这里从Schutz那边也可以看 对 从刚刚那个Serum Muse 那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自己的行动 跟别人有种共识的时候 George Herbert Media也是这样讲的 那才具有意义 我讲的跟你讲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激动鸭讲 就是娘那个字 刚刚举例来讲 娘那个汉字 在日文是那样 然后在中文是这样 那就差得很大 然后我的自我了解 跟我对别人的了解 还有行动者的意义 是如何在社会中 与他人的骄傲而产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行动者的意义这样产生 行动者的误会 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为你没有达到共识 你讲那句话 被别人误解了 被别人误解了 然后自我跟他人之间 存在几种关系 这有时候也算 不熟的人讲同样的话 跟熟的人讲同样的话 那效果是不一样的 你熟的人 你可以跟他嬉笑弄骂 因为他是你朋友 你不熟的人嬉笑弄骂 那就完全不一样 行动者的意义结构 跟观察者的意义结构的问题 他就问我没有区分这个 所以呢 他这个提出 看了三种动机 刚刚我们提到 那个Cera Mills 讲到动机的语会 他这个就没有提到 动机的语会的问题 他还是没有强调语言 我觉得有点可惜 他提到三种 一般的数字讲两种 一般的数字讲 because motor 就是das via motive 因为动机 跟为的动机 das untrue motive in order to motive 其实还有一个叫 假设性应用的动机 shutopic cause motor 分类就是这样分 但是呢 他后来都不常用 所以一般教育书 就介绍他有两种动机 两种动机的差别是什么呢 这是他1951年的成立 这是1932年的书 1951年他到了美国去了 而且特别的地方是 他是犹太人 所以深深的知道 这个求生的不义 所以他在白天在银行做事 晚上到学校教书 他当初在念书的时候 也选择 有兴趣的是哲学 但他还选择我们商业的困难 所以他对面包 跟他的这个兴趣之间的关系 是把握得非常好的 他好像在美国在早期的时候 他也希望在大学找到教职 但找不到 因为他没有大学教授的资格 你就一个银行行员 就算你写那种书 他还跟Parsons通信 也没有在他那个 对他的学术历程的根本台帮助 所以他是晚上或者周末的 业余的社会学家这样讲的 这就是我比喻 因为法国有礼拜天的历史学家 他平常是搞植物学什么的 然后到礼拜天就开始从事历史研究 然后人家研究的也很有趣 也就是西方的死亡儿童 虽然有些争议但是他很认真的认为 所以我现在有些人都问我说 我对社会学好大的兴趣 很多问题对社会官 那你就做业余社会这样的话 你每天晚上可以写个部落格 你不必来什么念博士班 然后到时候有课要修 没课要修 到时候有什么这个问题 哪有问题的 还要写论文很辛苦的 还要发表 我认识大陆有些博士班学生 在业已经要发表两篇论文 得到博士之前 那去干嘛呢 而且他们要发表越来越困难 所以常常就要跟老师要合作 所以老师挂名 然后老师有credit 你有credit 那你就得巴结老师 如果你个性太高硬了 那个不巴结老师 你大概要发表可能性很低 所以也不容易了 所以建议做业余的社会学家就好 你观察什么 看那本书 你写就好 快乐得很 你要做专业的社会学家 现在有很多专业的要求 是让你们快乐的 真的是让你们快乐的 好回到这里来 这很重要 这是对于学术生活的这种转变 学术生活应该让老师很快乐 除了薪水之外 也让各方面的快乐 薪水也不太快乐 那合并 好 那个因为动机 那是导向过去的 because 过去做什么 未来 这个未来的东西是导向未来 我常举的例子是说 你今天为什么带伞 如果已经下过雨 是过去的事情 那你今天带伞是有道理 或正在下雨 对吧 你站下雨你还问一下 你今天为什么带伞 你神经病啊 你不知道外面下雨啊 你大概对话是这样 那今天没下雨 然后你带伞 这可能就是你神经病 你不是讲二人神经病啊 今天大太阳你干嘛是要带伞 你说七上报告晚然后下雨啊 那就要看七上报告准不准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同样带伞 这动机可能是因为过去 可能是因为导向未来 第二个 因为动机那是客观的范畴 客观者可以透过行动者完成的行动得知 因为已经完成了 就可以知道 你带伞 下雨啊 你刚好带伞 这是幸运啊 像没带伞 然后行动者呢 他说主观伤筹客观必须知道才能无畏 就是动机 因为还没有发生事情 倒向未来 你说你为什么念社会学 你现在问我 那我是已经完成了 我的佛学我教三十一年书了 你现在教我讲 那就有点像我讲我的学思历程 如果现在教你能讲 那你都还没完成学会了 那只有你的主观了 你都 我希望将来能够改一单 你都还没那个 你都还没开始 我已经三十一年了 这就不一样 那社会世界呢 其实没那么复杂 社会世界结构 就是直接体验的社会实在 社会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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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德文很简单 英文呢 就把它解释得很简单 就变得很长 德文就是社会 文是环境 世界 就是社会世界 简单讲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英文叫 Domain of Directly Experienced Social Reality 你直接可以经验到的社会现实 那同辈世界 Social Midbelt 这德文的好处 同在的世界 Mid is with Social World of Contemporary 你看这多长 然后呢 前辈世界 都只要 Forward Forward之前的 Forward Social World of Predecessors 所以我的那个思想脉络 就讲前辈后 同辈晚辈啊 就是根据这种想法才大 我们中国人早就有种想法 只是没有把它叫做社会世界 然后第四个 就是后辈的社会世界 这理论上有 可是没有在史书提算 你知道有直接的 有同辈 有前辈 你怎么会没有后辈呢 你刚刚前面有讲到 因为动机 为了动机 一个是考得到过去的 一个考得到现在 一个考得到未来 应该有一个是考得到现在 那考得到未来 就是一个后辈的世界啊 Forward Social World of the Successors 我们很多人做的事 是为了后辈人啊 像我讲义做那么好 做那么认真 就是后辈人就可以生很多事情 如果没有讲义 我这样讲 那你不是跟其他教育书一样吗 我觉得我的中文的讲义 可以是让中文世界 增加很多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要所谓的相互主观的了解 因为很多人一提到这个 都觉得这很难了解 我问过很多学生 都讲不清楚 我说这为什么讲不清楚 什么叫做 德文叫做 Framed festein Framed就是strange 陌生的 陌生的怎么了解 英文呢就把它 翻成inter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后来英文在 返回德文 就不是Framed festein了 就是也是什么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之类的 后来翻回去 就根据英文在翻译的 而不是原来的这个 原来只用Framed festein 好 那只有当发生观点转换 或者用我们数据 就当我们从客观的意义 关联 转变为主观意义 关联 才有相互主观的了解 意思就是说 你讲的 跟我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前面 前面是我们的前面 因为年代上面 差不多时间 就是当你讲的 跟我讲的 有共识的时候 才有所谓的 相互主观的了解 我们缺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的解释 就像现在台湾选举刚完 民进党的官方 对于选举 为什么失败的解释 就跟别的 就没有相互的了解 就没有相互为主观的了解 他解释的跟一般人感受的 不是同一回事 他们自己内部的人 有时候也不是同一个看法 我说 你的所谓扮演他人脚像 就相同了 这些人没有读过 所以后来 这个 Alfred Schultz 到了美国 就有人告诉他 说你的讲法 跟美国有些人很像 William James 跟那个Cira Mills 他才补充去看 Cira Mills的书 他当时是没有看过 Cira Mills书 也没看过William James书 然后自己发展出类似的想法 从欧陆的这种哲学的立场 最后来发现 啊 美国人也讲过 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Alfred Schultz 在用德文写作的时候 是比较晦涩的 因为学院的要求是这样 就像各位在写硕士论文 或博士论文的时候 尤其我们的社会科学 很多人写的文章非常晦涩 因为你抄的是翻译的文 很多人写的太白话 会觉得很自卑 所以老师可能没有学问 我写成这样 我有学生跟我说过 我说你只要讲得清楚 比较重要 写的灰色有什么意思 好 那这社会世界的理性问题 是他另外一篇 你知道吗 所以前面我只举了 这一个简单的 那社会世界的理性问题 主要是讲这个 理性问题的问题 什么叫做这个理性问题 那他就从Parsons定义开始谈 其实理性呢 在Max Weber来讲 就是你确定了一个事情的 手段跟目的之间 然后用这个最有效的方法 去达到它 就是所谓理性的心 基本上你用经济人的想像 就是经济学所谓经济的想像 就是所谓理性的 其他的都是不理性的 你说加入情感因素那是不理性的 一个公司不赚钱了就有办法 就不要考虑到这公司的 什么传统价格 他是百年老店 不要考虑这个东西 不要考虑那个老板给你是 什么样的关系 什么你的第一碗面 是在这边吃的啦 不要考虑这个 这才叫理性 你要考虑这个就是不理性的 一般所谓的理性 You know rational action 主要是从Parsons 这本书被判定来的 其实可能还不是从Parsons Parsons是从Max Weibben来的 所以应该是从Max Weibben那边来的 只要是行动 所以就是目标 目标 目标跟手段 在情境的条件区可之内 而且是行动的 可以运用的手段 达成实证经验科学 可以验证和理性目标 行动就是理性 这里面呢 Parsons其实我在另外一门课 有讲到 其实有一个行动者 有一个目标 然后他可以控制的 叫做means手段 他不能控制的 叫做conditions 然后在这边有规范 规范 其实这样的意思 这句短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讲定的社会行动 都是理性的行动 这个从最早的时候的 Pareno跟Max Weibben 都已经讲到这种东西 所以他只是延续着别人的讲法 并没有什么创新的 那社会世界因人而异 别人一个城市当做社会世界 这在城市长大的 刚刚C.R.M.没有说到 那个社会病理学家 当时都是江家的人 他城市长大的在地人 还有外来的陌生人 绘制地图的人 没有去过那地方 或者绘制地图 像我每次要去一个地方 我都会先看google map 然后看到如果我先 预先知道我会住在哪里 我就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下 那我没去过啊 所以我那时候 对社会世界因果的情况而已 等我去过才知道 阿园还是这里 所以我通常去过以后 还会再上一次google map 然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那地方你快去过 另外一部分是讲科学家 跟日常生活普通人的 诠释层次的活动 这个东西谈的人非常少 都以为科学家用法 是比我们更怎么样更怎么样 那他还有那个Garton 可能下一段才能说到的人 他们对这个的区分 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就科学作品的诠释和理解 在日常生活普通人说 只有速度取向的态度和诠释 是在不同层次的 当这些社会要谈个不同层次时 他们经常认为 两个层次差一致 具体性的普遍的层次差的不同而已 不是这样 基本假定呢 是一朝为为真永远为真 在我们这样的生活中间 例如我们的科学世界中 作为人类一份子 我们都有一种多多少数的形象 假定我们曾经一路验证为有效 到将来也一定是有效 而且昨天我们认为没问题 明天也不会是问题 这是我们一般的思维 你学逻辑的时候都告诉你 太阳明天不一定会生起 但是不一定 可是我们的日常思维是 它一直都生起 所以明天一定也会生起 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异象出现 不然的话 它的生起是可以预期的 如果一个人生起没有问题 没有明显的问题 他明天会再出现 这个也是可以预期的 如果他生命出了什么车祸 出了什么意外 他明天会不会活的 那就不知道 所以真的 这个假定跟我们这样的生活 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很多人震撼的人 说某些人过世 是因为说 我不知道他生病 如果你知道他生病 某种程度 他的过世是可以预期的 一个人病体拖了八九个月 没有什么改善 你大概知道 随时可能就会走 你难过就跟那种 历史 他走了 不一样 最近很多人 五十几岁的人就走了 很多人的压抑就走了 那科学活动是 理性诠释跟理性行动的原型 所以科学活动呢 纯粹被当地人类的活动来看似 和其他人的活动不同 就构成了理性诠释跟理性行动的原型 那科学行为 基本上就是理性行为 但后来有些科学生理学研究 发现不太是这样 科学行为里面有很多 习俗的因素 我以前练的时候 就说你看 在实验室做了 拿了那个试管 该拿多大的 在试管那么长一个 拿在哪里 这是习惯问题 还有说试管要摇一摇 怎么摇 拿两个手指头摇 拿三个手指头摇 四个手指头摇 理论量会不太一样 但是好像 没有人在买这个 所以他理性吗 理性的话 不是应该讲得更精确吗 你拿到试管二分之一的位置 或拿到试管顶端 然后这样摇一摇 才有效果 还有说做实验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那个几个东西 该用排列组合的方式 把所有可能的组合 都看过一遍才对 没有啊 很多的做法是随机的 是随机的 并不是把所有的可能性 几个因素组合的 所有可能性穷尽的 没有 没有任何时间 还有很多学法 是因为老师这样要求 助理这样要求 所以你是这样做的 那是实验室的习惯问题 那并不是科学的理性同学 所以我念到很多东西 都对于这个说法不太赞成 我只是跟各位说一下 不同的意见 然后自为异己的同心缘 社会世界 掺杂了异己 异己是Alter Ego 这个从雅里斯多的时代 就有说这个朋友 就是你的Alter Ego Alter就是另外的 所以最早的时候 利马窦等人到中国来 在16世纪的时候 翻译了这个叫做交友论的书 交朋友交友 就说朋友是另外一个自己 还要把这个当时 中国知识分子李志兆 西方其实惊叹说 哇讲得真好啊 中国人都没人这样的讲法 Alter Ego 另外一个自己 所以中国人至少在那时候 对西方的这种文明 还是有点惊讶的部分 不是只有科技的部分 而异己呢 这个社会世界是以自我为中心 环绕着不同程度的亲密性和逆移性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 这边一个自己 这边一个两个圆 你从那种Van Diagram 然后两个中间 然后这不同程度的亲密性 谁跟谁比较亲密 谁跟不亲密 就是给画出来 你是谁是第一圈的人 这政治核心人物也是这样子啊 谁是跟总统最亲密接触的那群人 谁是第二圈的 谁是第三圈的 我们朋友里面应该也是这样 然后这种同心人的概念图像 在李中吴的后会议会里面就有 这是一个民间的书 很多人看 贝晓东 乡母中国 还有埃里亚斯 都有提到圣诺德塔的独特攻击 那有的当然在他比较后面 这种图式的方式表达人际关系 这有些不同的说法 然后另外一张生活里面的特性是 他实苦知识 我们很多知识其实都不确定 我们会做 但不知道为什么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中文里面这样说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假设 并不是没有假设 规纳跟预测 但是我们都有差不多 approximate 跟类型化的特性 日常生活的知识理想不是确定性 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基因 而只是可可能性 有日常生活的知识 那我这边也有一些注解 可以看一下 感觉当中你们最常见的 就是剪头啊 你去剪头啊 没有 问你说多长 你不会告诉他说两公分 没有人讲这样 有吗 你们有 女生会啊 不两公分啊 我讲那么细啊 你说法尾修两公分 真的啊 我们来那个每次旅法 怎么样 我都修到这里 就这样 那比一下 那他高一点矮一点 你也不会说什么啊 两公分啊 你会说法尾修两公分 好吧 然后我真的今天第一次知道 我以为都是很不精确 简短一点 我觉得李法师是全世界 能面对这种 暧昧性最厉害的人 我还是到李法师的时候 就不要 多短 这样子吗 那也有一个李法师 我也说确定一下 我这边剪掉一半 他就把它弄起来 然后说这边好 对 确定好 确定 我以前要李光头的时候 不是为了要验读 我现在才知道 李光头的时候是为了验读 我那时候为了能够 用骑法精 因为我那时候强烈的认为 骑法精流到下血道 对环境污染是不好的 好 所以我就 李光头就不太用骑法精 就李光头 到李法师 那个人就跟我再三确认 你是指全部叫李光 还是要用那个 刮骨刀再把你剃一遍 我说不用刮骨刀 你就这样剃到他 他说你确定啊 因为理完了就不能够再反悔了 我说确定啊 我就想剃光头 你为什么要剃光头 还问我这个位置 我想我欠你一个解释吗 我说因为环保啊 然后他听完就知道我这人疯子 也没有人 他大概没有碰到我 为环保然后去剃光头 而且很省水啊 真的 你头发少 冲一下就干净了嘛 不像头发 我现在已经快是接近凸的状态 不讲也是感流行 越凸越好 水浆用的比较多啊 所以其实为了环保大家都应该提光头 我们当面的时候就提光头 就这个比较好处理啊 从而言之道 这个就很多知识是食谱的知识 做菜也是啊 以前那时候 现在当然讲究很多啊 还有蹭啊 多少功课啊 以前就是说 盐烧菊 酱油两汤匙 那这个酱油两汤匙 是什么汤匙 你家的汤匙 跟我家的汤匙一样吗 现在还是有卖 那种食谱的汤匙一串的 对不对 那十几个我每次看完都觉得 哇好羡慕想买一串的啊 他挂在腰间 就觉得自己 显然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做饭的人 所以叫做 就是食谱之 Recipe Knowledge 你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也不会说得很清楚 然后理性呢 它就有分六种不同层次 第一种呢 它就有理性的用法 跟合理的英文的reasonable 那就是理性 所以理性就有点复杂 这样 当然社会也常常 当然我们所谓的rational 都是reasonable 第二 理性的行动有时候 只故意的行动 但是故意是有很多不同的 爱美理性 你只要对我好 真的故意是很感谢你 而故意对我不好 那真的是 第三 理性行动的话被建议为 是有计划 计划 预先计划 或投射出于projected 却没有对计划 和投射出于projected 有清楚的界定 第四 理性创被看成是可预测predictable 好像都是p开头的 第五 根据某些作者诠释 理性指合乎逻辑 logical 这是指逻辑跟逻辑 第六 根据其他作者说法 理性行动预设 可以达到目标 两个以上所谓中 选择最下来的 就是有各种方法 可以达到目标 你要选哪一个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到一个地方去 你大概选最短路 或者最安全路 对不对 然后知识理性 rationality of knowledge 跟the rationality of choices 只有在行动者可以选择的因素 都被他很清楚认识到以后 才有知识的理性 这跟经济学里面所谓的 你的资讯是否充分 你的资讯充分 你才能做充分的决定 不然的话 给你部分的资讯 就是做决定 那决定常常有问题 选择本身的理性 是行动者 从所有可选择手段中 选取一个 最适当达成激励目标的一个手段 当然这里面还有责任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说 两害全其轻 如果最后选择都是不好的事情 你就选一个不好 比较轻的事情 日常生活的理性选择 刚刚讲的那个是比较科学的 要说日常生活的理性选择 没有理性选择是错误的 要能够清楚明白 就是笛卡尔的clear and distinct 清楚明白 限定义来解释 连着符合行动者的实际力的需要 就够了 符合行动者的实际力的需要就够了 所以有没有 是不是理性的 对我来讲只要能够达成就够了 我刚才讲那么多了 所以假如行动者对于达成目标 跟导向成功 不同的手段都有足够的知识 就会有理性选择 所以常常你有的不是足够的知识 有人在蒙你 蒙你 就是让你希望你走上它 把你预定好那条路 它不告诉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常常有人这样不告诉你其他可能性 所以你做出来选择 当然不是理性选择 就是叫煽动 煽动你 让你去做什么事情 Instigate 你知道它对你多坏啊 你知道它多残忍啊 什么什么 就是讲的让你就是一份填膺的 就是说我理性选择 常常我没有充分的资讯 有关我们可以选择 然后上次我选择有六个命题 他说在行动者的计划架构中 行动者自己知道 所要达成目标位置的知识 我们必须有这个 还有它跟其他目标之间相互的关系 以及是否可以跟它相对评论知识 可遇的跟不可遇的结果知识 结果会有可遇的你想要的 跟你不想要的都很可能造成 这些可能是主要目标要达成 或者是副产品 还有不同的手段锁链 这个Change of Means 那手段是一个接一个一个 接一个缓缓相扣的 这种知识 就技术而言 就是本体论而言 是适合于目标达成 不管行动者是否控制了所有 或者相关的要素 像这个言论是很难控制的 你要怎么样的去管理 这是很难的事情 然后这些手段跟其他目标 跟其他手段锁链干扰知识 包括所有可能的刺激影响的 偶发性的结果 还有这些手段是否可 是否是行动者可以获取的知识 找出他可以获取的手段 以及他可能 并且已经着手要获取手段 他做了什么 所以这里手段目的 然后手段有很多种手段 然后这手段又不是 往往就一个手段就到了目的 手段接着另外手段接着另外手段 可能才会到达他的目的 所以他是要强调这种复杂性 日常生活理性 还有几种影响行动者故意的要素 一个是他同伴对他自己的诠释或目标 第二个是其他人的反应 第三个是所有行动者归因他同伴 前述知识要素 就刚刚的A.M 不论是否正确 还有接下来是 在我们社会世界的组织的总目录 如果有个目标 发出所有熟悉陌生亲密匿名 个别跟类型的范畴 这都是你考虑到的一个行动 这deliberation of the actor 不只是故意 deliberation有时候你会去做 某些事情也就是一种deliberation 另外一个概念经常被提到的 就是所谓类型化 你知道生活中 叫人类活动类型化 这跟后来其他的所谓的stereotype 那个刻板印象是有点不关系的 我们通常不是看着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想 所以我们是常常就根据某个类型来想 我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 它是产生预期效果的差异所谓 而不是因为同伴的个别展现 科学程序大概就是一样的 那理念型就是从华斯维伯来的 它是把它区分个人的理念型跟还有别的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说明的是 日常生活我们怎么去解释 我们所处的世界 在那之前我没看到有人这么说 还认为呢 日常生活解释世界日常生活里面 有主观诠释的色准 the postulate 他用这种说法 postulate是一个好像是数学上的文字 还有世界性跟你生活的关系 还有科学领域特色的理性色准 等一下会易于解释 主观诠释的色准 就是科学家要问 可以建构什么类型的个别心灵 这种心灵又可以归应到什么类型的思想 以便说明所要研究的事实 是一种可理解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主观的方式来 把这个事情的因果关系 来能去脉解释清楚 这是主观性色准的科学里面 第二是世界性色准 就是科学系统中使用的每一个 跟人类形容有关的名词 在建构的时候都应该要类型化建构 去指示一个个别行动者 在生活世界的人类型化 以便让行动者本人跟他的同伴 觉得合理而且很理解 就是你能懂别人也能懂 这种相互主观的了解 这个所谓世界性 你能懂别人不能懂 这就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共识 接下来的理性色 不管我们用怎么样的公式 来描述理性领域的特殊性 很清楚的是一个在逻辑上 相互有关联的系统 预设了手段跟目的之间的关系 恒定动机的系统 以及生命计划 这生命计划的英文叫Live Plan 系统在建构上 与佛像的原则 第一个它跟形式逻辑可以互通 第二个所有的要素 在构思上清楚明白 就刚刚讲过史 从狄卡尔来的 第三它只能包含 科学上可以加以验证的奖定 要和我们整个科学知识 给互通 它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系统面 是在现有的科学系统面 这三条件能促成一个色准 建立理性的理念型 就是社会行动的理念型的建构 必须考虑到生活世界中 行动者会做出类型化的行动 假如他对所有达成 最恰当目标的时候 最恰当的手段 包含那钥匙 都有清楚了解的话 所以这里还是一个 手段跟目的之间 最恰当的方式 然后你要做出类型化的行动 讲了半天还是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人生活在多层的现实 不是单一的现实 是Modible Reality 然后这是他先从 William James的心理学开始 说到这个什么叫Reality 我们都假定有一个世界 是我们共享的世界 除了这个世界以外 没有别的世界 他不是认为这样 他说这里面他认为 William James认为 有很多 有无限多个现实的秩序 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 或者各自的生存格调 Style of existence James把他称为 Sub-universes 然后其中感官世界 或者自然的世界 最主要的现实 叫Paramount Reality 他们最主要的 电影公司叫派拉蒙 就是这个字Paramount 科学世界 还有理想关系世界 部落偶像 部落偶像 是培根上讲过的 不同的神话 宗教超自然色 各一间不同的 疯狂的世界 情爱的等等等等 这都William James的研究传统 从这一开始 所以说生活世界 就是相互主观的世界 我们不是在梦里相遇 虽然很搞笑的是 有个议员既然梦到了韩国瑜 然后还有一个立法委员 还在会议上讲 韩国瑜弄得很坦坦 你梦到我关我什么事 是你梦到的 不是我爬了你梦里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相互主观的世界 早在我们初中就存在 被他人 就是我们的前辈 被经验跟诠释 为一个有组织的世界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经验 跟诠释的既定内容 所有对这个世界的解释 都基于先前 还在世界的知识库存 它有一个观念叫 stock of knowledge 在我们初中之前 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 准备好了stock of 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库 都是透过不同的方式 交给我们的 我们进入一个社会化过程 或进入一个文明化过程 我们就是把社会的 知识库拿在用 然后加上我们的经验 我们自己的经验 也由父母亲跟老师 传承我们的经验 当他们是以手边的知识 knowledge at hand 方便的形式 扮演参考架构的方法 日常生活是这样的 日常生活有一个自然态度 这是现象学的一个概念 所以世界一开始 不就是某一个 不是 就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世界 而是一个 我们所有人共同有的 相互主观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有的 不是一个理论的利益 而是明显的实际利益 那对大家都有好处 另外它有一个概念叫 意识紧张或生命注意 Attention to life 他那边用了一个法文 阿东宣阿拉比 什么叫阿东宣阿拉比 我们特别想要解释 不过马路 忽然间有一个称词床 这就是你的阿东宣阿拉比 你就开始注意了 后一开始就会撞死 当然你如果不会撞死 那就是另外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我们日常生活 其实都活在这种 不会特别去注意 因为我们的这个 日常生活的那个 如果讲理好合流 是个很平顺的合流 这一再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才不想 那怎么会这样 一般时候你都不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阿 还会怎么样 那行动者有三种行动 进行动的行动 完成的行动 这跟他的区分那个 动机是有关系的 那三种时间 他说有内在时间 有客观时间 有公理时间 或标准时间 那上次我们在介绍 Murden的时候 有讲到Murden 也都有时间观念 但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 现在还看不到出来 也很少人介绍 然后他整体自我 跟部分自我的问题 整体自我 就是所谓的I 就是主我 部分自我 就是所谓的me 然后呢 这个 也跟日常生活的社会世界 跟生活世界是有关系 跟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中心 可以触及的世界 The world within its reach 我实际可以触及的世界 跟我潜在可以触及的世界 这就变成了很细的分类学 没有太大意义了 然后工作世界呢 我们上身为工作世界 是一个最高的显示 就是paramont reality 那其他的自然态度 从而不论 你不会去太计较很多细节 人家告诉你什么 你就相信什么 这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 还有这个意义领域 promises of meaning 跟有限意义领域 finance promise of meaning 就对我们来讲 是在认知上面是有意义的东西 然后意义领域有这几个特征 我就不特别说了 然后对于第一领域呢 是我们认知的 就是对于我们的知识认知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可以分的有点细 刚刚讲到这个 日常生活的实在 有这个触及的世界 实际可触及 潜在可触及 可恢复出 可以达到触及的世界 这都是分类学 然后这个有限领域 就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会出现梦境 做梦 这个上次我讲到列子 列子这个人 平常醒的时候 是别人的奴役 他说我醒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几小时 我睡觉的时候 差一半的时间 睡觉的时候呢 他是个贵族 他觉得人生很好 那至少人生 有一半时间 他是贵族 有一半时间他是努力 他觉得这样很OK 就表示他把梦境 跟我们的所谓的 清醒的世界 真的是等同来看待 我们才不会觉得 在梦境里 我是一个国王 我是一个贵族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后我人生一半时间 我是贵族 哇OK啊 这世界都很公平 在列子里面 就有这个奇怪的故事啊 这是非常阿Q的 你把它 幻境 World measure of baptism 这可能现在有些人 克药 我没克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一般的描述 克药会进入幻境 这个以前有个人 那学家 到了墨西哥 到美国的沙漠 这边 印第安人吃了些人掌声 他也进入到幻境 那幻境 带在很多艺术 小说 戏曲面 表现的比较多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啊 很多人看漫画 现在连接人 看到 希望变成2D人物 然后 日本有一个 虚拟的歌唱歌手 叫做初音未来 最近有一个奶奶跟她结婚了 我想初音未来 可以 可以 结一次婚而已 是因为 如果还跟 所有的本师结婚 那会犯重婚罪吗 所以我觉得 很有意思 然后 她母亲不太能接受 她还觉得 是不是她母亲不太能接受 她还觉得 有点不爽 谁能接受啊 我觉得 真的是不只她母亲不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她活的这个世界 就是我 我要来讲 那就是一个幻境啊 就不是一个 paramount reality 等人家活得好好的 真相一回事 这还叫婚礼吗 我觉得自己跟自己结婚都已经很夸张了 有人就找了婚纱罩 说 我跟我自己结婚 那想当你是怎样 你就拍婚纱罩 爱拍婚纱罩就说一声嘛 那还有艺术的世界 是另外一个表现的 宗教经验的世界 这是我们一般不在宗教经验里面 就很难去了解宗教经验的世界 科学成丝的世界 小孩嬉戏的世界 还有疯子的世界 这都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世界 但都是存在的 所以有时候它存在的那个现象 有意义的有意义是不一样 有限的意义 所以这里强调的是 这是一个意义的意义 它只是对它个人有意义 并没有相互主观的意义 有时候我们都活在 科学成丝的世界 像我上课啊 有些人说老师 真的很羡慕你啊 对知识那种热忱 你可以感觉到我只是热忱 但是没办法分享 因为那是我的世界 我的成丝世界 所以这是我要特别讲到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人活在不同的层次里面 这样只要讲裂子里面 跟这个有点关系 另外一个是讲到这个消息 已经通过公平 讲到日常生活社会知识的分布 是不平均的 这都网络还没出现的时代 它认为人类活动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科学研究 一种是实际活动 一种是所谓社会世界 科学研究呢 知识类型就是专家 实际活动就是一般 像Megon Street路人 随便一个人 社会世界就是消息灵通的公民 最后把这个分类人 跟民主扯上关系 民主一定要消息灵通的公民 这民主才会健全 你不能就是一群路人 不关心的 或都是专家 每个意见不一样 消息灵通公民 对民主只有没有关系 这跟刚刚讲到 就会什么意思 强调Ideal speech situation 没有关系 那依次地减的相干领域 主要相干 次要相干 相对不相干 绝对不相干 这我每个人都有的 什么事情跟你相干 也不相干 所以有的同学可能会来找老师 老师你要不要签名的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大部分老师不太会拒绝学生 因为拒绝学生有后果很严重 学生就觉得你没良心没血心 你要说这跟我什么相干 听起来都没有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联盟 叫做反高学费学生联盟 我们系的有些人霸解 他来找我联署 不是不联署事情 我到现在只联署我一件事情 其他人都不联署任何事 从一开始就觉得印象 刚开始我当年金老师的时候 你讲不联署 被其他老师看成什么样 这个人很不合群 那我反正就是个不合群的人 所以无所谓 你只看出我的真相而已 你明明看出不是我的 我就是不合群 好 那个高学员我来问我 老师你要不要签名 这学费才高 这学费才低 如果高学费呢 是要高到你都不敢跳课 那就要高学费 那人就要睦睦看我啊 以为我这人真的是最可不过手啊 您是帮凶啊什么之类的 这我想的 他们都没讲都很特别 那老师为什么你觉得学费不高 我说现在大海要跳课啊 我学费高了 他就知道如果这老师要不好 他就会要求学校换老师啊 我花很大钱 我只能够听得到 我会在那边乱扯 那你现在花很大 你不用花多少钱 所以就要乱扯 就不来上课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自己的福利啊 我说我在美国念书 为什么不敢跳课 不是因为我每堂课 都听得懂 而是因为我一跳课 我对我三百块钱 每天费掉了 两个小时我三百块每天费掉了 那老师也有很多学生出不起了 所以学校也应该有高奖 我已经制作了 台大很多学生家长是有钱人 所以为什么台大随便那么费 而私立学校很多人家长是中下阶层的 为什么他随便那么贵 然后台大学生很多人是可以靠着补习 靠着什么 所以他的文化资本可以转移成为他的手 然后其他四季学校不行啊 所以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啊 如果公平最好所有的大学都免费 像德国那样 都是国立大学 因为爸妈都交得起 所以免费大学可以发展他的特色 就不必像现在这样 学生就弃乎不得走 反正因为文美签名啊 他们在很高学员 我跟他讲的是一个学员不够高 所以我等于是打击了他们的人 他们后来就反对啊 但是有什么用呢 有时候教育部就说 啊我们今天要停止涨学费 停止涨学费的结果 就是学校有什么东西做不来嘛 这很简单嘛 我说你知道你涨学费 我没有涨薪水啊 所以我的薪水不是绑在你的学费结构里 所以我反对也没有用的 那你应该去问 合理的学费结构是什么 它为什么要涨 是不是你用了水电什么什么要涨 那你当然合理啊 我说你要看它是为什么涨啊 反正钱不在我身上啊 涨学费我也没关 有时候啊 人家来签名 你就是签就结束了 不要像我这样讲一个道理 还是让人家难过 人家还不理解 觉得这家无忧 那教社会教 sociality right now 很多是你跟人家交往开 一个是证人 有人是证人 他亲眼看到 有的时候内线 有的是分析家 有的是评论家 这当然也可以画个图 就是我的相关系统相似的 而且经验是直接的 那这种人就类似正人 我的相关系统相似的 但他经验是间接的真实分析家 他没有参加有他可以评论 那我的相关系统不相似的 但他经验是直接的 这内线跟我没关系 当然买股票就有关系 不买股票就是insider insider规定是内线的 就是他的局内人 那我的相关系统是相议的 但他间接的就是评论家 我觉得评论家分析一下 没什么差别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分 对他来讲的 民主的危机就是 消极临统公民的知识 不抵入人的知识 就是假新闻特别多啦 简单讲啦 消极临统公民至少知道哪一新闻 可能是真的哪一是假的 他的辨识能力强一点 他的基础知识多一点 而不是大家只靠着自己的信念 或只靠着自己的党派 来决定事情 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是讲的内行动的 常识的跟科学的解释 这是区分两个 重点在于 常识的跟科学的解释 因为这跟后来 Garfinkel的一个区分是 他画了一个表辞 很有关系的 尤其在学科学社会学 就是科学知识 到底跟现实 日常中的知识有什么差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科学知识比较精确的吗 这是简单这样子哪有别的 因为基本观念是说 基本上是观点的互换 观点的互换 就跟你采取别人的角色 这个Joseph and Me的观念 或者这个修持观念 就是互为主观性啊 就是观点的互换 然后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 叫做换位思考啊 你换位思考 你站在我立场想一下 我站在立场想一下 英文叫做 think in my shoes 你就穿着我的鞋子 你想一下 就是换位思考的意思 那两种理念型 它是有个人机能行动过程型 然后行动跟举动 action跟act 还有预想问题 这都不是重点啊 它说用科学模型建立世界 社会世界的准则 要符合这标准 第一个叫逻辑移植这标准 世界你要建立世界要跟现在的 那个建立的东西 是要符合逻辑上的一致性 有几个标准 第二主观诠释的标准 就是科学建国模型 我曾经讲过 日常生活人机建国模型也是这样 你不能解释一个东西 跟你现在的经验 是完全完全没关系的 必须逻辑一致 必须主观诠释 必须适切性的设准 跟你生活是有关的 然后相干性设准 然后相容性的设准 这是第五个 跟现在关系的 然后理性的设准 这六个都能和 你才能够解释 目前发作的时间 不然的话你就 五啥啥就这样来 你看不懂为什么 因为不符合这个标准 这虽然是科学的标准 我觉得上中文也是一样 那这几个标准 不是一次说得到清楚 不是一次到位 不是一次说清楚 1940年只说了这四个 1943年说了这两个一样 然后1953年说了其他三个 所以真正三个 三个时代都出现了只有这个 适切性设准这个 其他出现一次的 出现两次的很多 所以这个科学模型建构 以前我分析过一个广告 这广告为什么大部分人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从那个适切性设准 这六个设准 你就可以看得懂得很广告 不然很多人你看不懂 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你这几个标准 那广告为什么会那样 很多电影呢 你的新导演 就希望你透过你自己的一个涉入 你自己的一个思考 让这个电影富有不同的意义 不然的话你这样抽象画也是 很多人看不懂抽象画 这画什么 不是他画什么 是你感受到什么 音乐 现代音乐 现代音乐那种 常常都不好听啊 所谓的model music model music也一百多年了 也不是那么model 你常常觉得不好听啊 像现在那个Skravinsky的 这个春之记 The Sacre du Pantone 那个刚刚出演的时候 观众那边咆哮啊 那什么音乐啊 咆哮一百年后 这个音乐所有乐团都会演奏 刚开始很多乐团还不会演奏这个音乐 在一百多年 一百年前左右 所以一样 你科学模型要建构这个社会世界 你要符合理性的社会 现在大家在 你不可能随便讲 你会说啊 为什么有外星人 说因为宇宙就那么大啊 那这什么理性 有的那个常常那种 强调外星人的那种协会 或强调有灵异世界的 或是强调什么那种怪略怪学 常常不符合这些人的啊 相容性啊 理性设准啊 相干性啊 视觉性啊 主观诠释啊 逻辑一致的设准 这为什么科学界要排除别人 都说你不符合这几个啊 那个最后讲一个 我们的前前任校长 还是前前任 前前任校长 李思成校长 是相似研究气功的 研究这个特异功能的 他相信他的书里面 他写了一本通俗书 叫人 是人体X档案还是什么 说了一个他们到台大医院去抓鬼的故事 也因为这样台大物理系 有个老师 在李老师当校长的时候 一直感对他们 常常写听流 我们就莫名其妙收到一封信 所以说他指导认为也是完全不符合科学的成绩 这个真的很好的研究 不符合科学说怎么会有鬼 然后你还去抓鬼 然后你还是受现在训练的 那这个就是不符合逻辑 现在科学的逻辑一致的原则啊 不符合主观设置的原则啊 不符合视觉性的原则 对于那个指称的老师 可是对于李老师来讲 都符合这些原则 所以他才去抓鬼啊 这两个人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虽然都是所谓的现代科学家 那个相信这个 这个叫Parascience 还叫ParaPhenomenon 就像电影X档案 连续剧以后 这个在美国大行其道啊 这种相信这种非自然现象的 我以前听的科学社会 都对这段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科学学一直反他们 然后这些人还一直愿意相信这个 就他们活在不同的 有限的意义领域里 如果要从这里来解释 那虽然有些标准 虽然有些科学界常会提出的 你不符合这个标准 不符合这个标准 然后就算是我配合的标准 你也不会相信我啊 那怎么样的知识 会被纳为是科学知识接受的 比如说天文学会不会接受占经术 化学会不会接受炼经术 人家说不是啊 我们是从那脱胎了 甚至有的要切开关系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你才知道是 我相信天文学人多 还是相信摘经术的人多 相信炼经术的人多 还是相信化学的人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科学进步到现在 可是呢科学家跟一般人的信念 好像分离得很厉害 我们这个时代理论上不应该再有这种 很落伍的 这个落伍是应该打括号的 这种迷信的思想 可是我们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 落伍的迷信的思想 比如开工为什么一定要拜天地 一定要拜天地 国外开工没有人这样办的 大陆也没人这样办的 台湾开工一定要 对不对 怎么要拜一下 为什么 别人都不这样拜 难道楼倒了吗 杜拜也不这样拜 那就会倒了 世界各个大高楼都不这样拜会倒 我们一定一定拜过 那这是科学还是民俗 所以现在讲的最好听就是民俗 所以我们要尊重民俗 你过度尊重的结果 是不是人的知识就不会长进了 为什么现在官员还要到庙里去拜拜 那是拉选票 那真相应有个神明在这里吗 很多官员还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他根本不可能往那边去啊 但是他为了政治啊 他就说这是民俗活动 这个我想在别的国家来看 是很不可思议 我们回到科学 所以这科学的人 对于那种一般非科学的人 常常觉得很愚蠢啊 很愚昧啊 对啊那种科普知识 你又不普及 我们学校 所有的学校都教过你物理化学 这在高中以前是必求的 可是为什么老百姓的这种自然对的知识 还那么的差 非常别为人就是台湾 我们台湾教的是特别差的吗 没有吧 但为什么我们的科学知识相对而言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还看到 应用的相对而言是非常的少 然后我们的所谓民俗文化 应用的东西相对而言非常的多 这种科学跟非科学之间的这种影响 对人的影响 这是我当初学科学社会学的一大兴趣 那学知识社会学也一样 为什么我们的知识进步的那么慢 跟现在掺杂了很多所谓的假新闻 假知识数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我下一期希望 要开一下诈骗社会学 这跟信任有关 这跟知识有关 这也跟我们当代社会有关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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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